第121集 解保护手 于谦见吴定员没有吭声 以为他心结未解 便劝道 我可以作证 陛下一直到了吴定水上 才知道张侯的计划 他当时可生气了 甚至还骂了自己的舅舅 当即就要下船 最后还是苏姑娘出面 才勉强抚慰着了他 后来你也看见了 他为了一个小捕快 居然连篡位藩王都放过了 这真是千古未遇的奇吻 行了行了 你别解释了 我没事 这么不划算的买卖 难道他就不想想 接下来怎么办 让汉王一直待在乐安州 可没事人一样 事后朝廷彻查 发现汉王的谋划 可不止我们所见的部分 山东 山西 天津 北直立 皆有军兵响应 真的被他形成了和事 又是一场静难之一 所以几位仲臣的意见是 把汉王暂时先放归乐安州 也不是为一招 安定人心的措施 待陛下顺利登基 彻底掌握了局面 再一个一个收拾不止 所以连吕镇陛下 也都没有多加绅士 仍留人职 那个吕镇 连他都留着 是等着过年吗 吴定员有点不相信 那家伙在五门前 屡屡作梗 先是故意挑起 两位藩王的纷争 然后又抛出 太子遇害的消息 每次都恰到好处的 让汉王推进图谋 这样的人 朱瞻基竟然都不处理了 这个吕镇实在太狡猾了 从头到尾 他从来没有明确支持过汉王 他说的每句话 单拿出来听 都是出自攻心 要不就是受人蒙蔽 陛下也说不出 他什么明显的罪证 就先放着了 别说他了 就连汉王 宁面上也没说过要做皇帝 只是说本来监国 两经之谋又不能公开 陛下都没法发诏书 说他有篡位之心 只能暗地里先压制住 再找个别的理由 这些朝政官场上的 弯弯绕绕 吴定员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总之大罗伯现在赢了 对吧 你升官了没 于前一斗青色跑角 面上微有娇色 陈蒙陛下不气 我如今 引违督察院山西到浴室 吴定员在南京 见过那些浴室 个个都是头上生小 鸡蛋里要挑骨头的矫情人 一听于前居然去做浴室 他眉头一皱 大萝卜忒小气了 怎么不给你个宰相干干 胡说 胡说 于前既惊又怒 朝窗外看了一眼 我才多大慈望 哪有一步登天呢 那不成了心境小人了吗 循序渐进 这才是朝廷爱护 吴定员眯起眼睛 也看向窗外 那他欠我那些钱 什么收还 于前一正 旋即想了起来 当初太子要吴定员护送北上 答应给他501两文银 再加上一袋珍珠 至于给你的封赏 朝廷里的议论神可不小 你立下大功不假 可擅闯太庙 亵渎神主 踩他子宫 也犯了不少机会 尤其是那块 永乐皇帝的牌位 被你弄成两断了 吴定员听罢 一点都不在乎 我又没问这个 我是问欠账杀收还 反来我好早点回南京 于前一时不知道 他是在开玩笑 还是真心实意的 正在此时 门外忽然传来了海兽的声音 吴公子 于一时 陛下传过口语来 请二位进宫 两人都是一正 心想这么快吗 吴定员这才苏醒 没多一会儿 皇上就知道了 他俩随即会议 肯定是皇上跟海兽叮嘱过 人醒了以后 第一时间就得向宫内通报 正好 你去问陛下直接讨账吧 于前促暇的说了一句 吴定员本想等苏惊熙回来再说 可现在皇上召唤 不得不立即动身 此时 府外已经停好了两台软轿 海兽还颇为细心的 铺上了一层镜毯 坐上去丝毫不遂 两人上了轿子 在两匹马的导引下 朝着皇城而去 杨士奇的府邸 恰好就在四天台不远处的 东总铺胡同 所以六月二日荡夜 吴定员摔伤昏迷之后 就近被送入这里就知 软轿出了杨府不远 便是贡院 转向南边数百步之后 便来到贡院南街 与长安玉道交叉的位置 当日 这里被无数百姓 雷起长堤 抵住了洪水与汉王 如今四天过去了 吴定员向四周张望 发现大街恢复了 往日的宽阔 滴垒痕迹 以半点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 摩坚街中的车马行人 杂乱无章 但洋溢着旺盛的活力 吴定员饶有兴趣的 观察着这些平头百姓 惊叹于这座城市的恢复能力 自从大水退去之后 各处成员需要重建 官换府邸需要修补 百姓家私也需要添置 宫泄妙冠更需要长治 京城对物资的巨大需求 把周边商贩们与民夫们 全都吸引了过来 朝廷乐见民间可以自行解决 便大开四面城门 不收雀税与入城税 是以这几日的京城格外热闹 好像已经从那场汹涌的洪水中 恢复了元气 吴定员抵达京城的时候 一直是戚风暴雨 所以他对北京的最初印象 是一座潮湿阴暗的混乱大城 今天夏日炎炎阳光大智 他才见识到 这座年轻大都的真实面貌 欲揭严整笔直 狼铺井然有序 街道纵横交错 构成了一个极富秩序感的空间 湛蓝的天空上 不时会飞过一只大鹰 叫声轻亮 相比起精致繁荣的难度 这座诞生没几年的新城 显得十分粗糙 很多细节缺乏雕饰 但他整体上 凑着一股跃跃向上的气质 开阔昂扬 全无精灵的暮起沉沉 吴定员现在稍微能够理解 为何朱棣决议要迁都到北京 都城决定了王朝的性格 他不想让大明过早陷入颓废与安阳 还想要保持住开国时的锐气 永乐十九年 我就是从这个路口进的公园 参加新丑科会试的 于谦兴兴志勃勃地指着路旁的建筑 那个时候大城刚建起来 路面都还没凭准完呢 可玩说我们是新都第一批进士 吴定员没有理睬他的怀旧 静止问道 这边的堤坝后来给拆了 拆了 一来影响交通 二来朝廷脸面上有点过不去 于谦的语气有些微妙 朝廷里有些人呢 还打算把那个叫周德文的大兴相掌治罪 但是我说服陛下给驳回了 毕竟汉王被这边堤坝拦了很久嘛 也算是有功 听于谦的愤愤口气 朝廷似乎并不知道昨夜河的存在 只当是周德文组织的民众 看来他在事情结束之后 便早早隐匿了身形 要我说 这本来就不是什么罪过 有灾则远近相继 有道则解保护手 朝廷救不得 百姓难道还不能自救吗 周德文没错 换了我在场 也会干一样的事情 小仙人你对这件事很在意啊 吴定元见他越说越激动 有些好奇 你还记得在淮安的事情吗 孔十八 当日我从方祖那里接兵救太子 没想到把孔十八给抓了 离开淮安之后 我才知道孔十八闹事的前因后果 实在是追悔莫及案 明明是官府作差的事情 他不过是求自保而已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淮安孔十八 京城周德文 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换我一地而处 该怎么做才好 结果呢 我想不出来 陛下跟我说 他跟着孔十八造了一次反 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也应该试试 于是我找到周德文 跟着他在修补玄武门的 墙员工地待了两天 这两天的时间 我跟明夫同师同助 跟他们聊了很多 听了很多 吴定元语然地看了一千一眼 他脖子以上的皮肤 确实比值钱黑了点 原来是干这个去了 我现在明白 那条堤坝的意义了 这座城市 不只是墙员 不只是天子 不只是百官 更是生活在其中的黎民 即使成员坍塌 天子不在 即使百官无所作为 只要百姓人心为师 他便能够自我拯救 孟子那句话 名为贵 设计次质 君为清 原来是这个道理 吕前抬起手来 遥遥指向西边那一片 巍峨高大的建筑群 北京城是在十八年建成的 我是十九年进士 可以说 是看着这座城市诞生的 有朝一日 若他遭劫难 我希望能够像周德文那样 哪怕皇上和百官都不在了 也能够挺身而出 拼了性命 护他周全 吴定元没有想到 一条堤坝 居然引出了这么一大段议论 看来于谦的触动 当真不小 他本想习惯性地挖苦两句 可一见到对方双眼 一一闪亮 到底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这家伙的表情太认真了 认真地让人不忍去伤害 你也是一个大萝卜 吴定元轻轻地摇摇头 两台软轿晃悠悠地 过了东安门 绕进成天门 五门前 已经被收拾得一干二净 再不见任何洪水痕迹 他们从侧面的夜门 进到紫禁城内 穿过空旷的三大殿工地 来到了前清宫南端的 一处书房内 太子尚未正式登记 不宜在正殿里正 暂时先在这里的书房 处理诸相事务 海兽通报了一声 然后把于谦和吴定元 带进屋来 朱瞻基正半靠在紧电软榻上 他气色略虚 但精神还好 他身着一身催浮 只有右肩鼓鼓囊囊的 应该是剑伤被重新包扎过 这会儿 一个宦官举着一张图纸 在他面前指指点点 那宦官身材矮小 眉目与中原人迥异 正是软安 朱瞻基看见他俩来了 面上一喜 就让软安先去 软安收起尺规 攻身告退 他离开的时候 主动朝吴定元打了个招呼 一本正经地说 京城之变的文书 我已经向陛下都交割清楚了 你可以再查验一次 他指了指踏边 那尊小香炉压着几张纸 那是张权 托吴定元转交的亲笔手术 软安为人仔细 居然连包信间的纸皮 都保留了下来 悉数上交 软安离开之后 于谦拽着吴定元 正要叩拜 朱瞻基一脸尴尬地挥了挥手 算了算了 吴定元膝盖刚刚一弯 一听这话 疏然又站得起来 只是目光仍旧不肯直视 于谦知道吴定元的毛病 抬眼看到朱瞻基没什么反应 这才算放下心来 第122集 罕诚相待 当时的小宦官搬来两个圆堆 让两个人安稳坐下 朱瞻基朝软安离开的方向 一晃下巴 我说吴定元 你是不是曾替朕做主 许他为京城修建九门九闸 吴定元垂下瘦削的面孔 看着地板上的诗文 那会情况紧急 哪怕他要当太子 我也得答应 你瞎许愿 人家可当真了 好家伙 这阮安打着交割文书的旗号跑过来 原来是为了要攻城 说是我答应的 要把三大殿攻城停了 先休起九闸再说 朕没想到 内观之中还有这么耿直的人 朱瞻基说到这儿 笑着摇了摇头 但他说的也有道理 若再来一次六月初那种红雨之灾 朝廷颜面都要丢尽了 还是早点解决得好 他自从做了皇帝 说话语气都变了 比从前稳重 隐隐还带着一种上位者的威严 此事关乎名声 陛下圣明 朱瞻基协议着软榻 从手边揍毒里 抽出了一张金鞭纸 递给两人 正好 汉林院还拟了几个年号 我还没顾上选呢 你们俩帮我看看 于谦有点激动 这可是一桩殊荣 他接过纸来 看到上头列了 太兴 永延 宣德 崇义 智宁 正统等等十几个名字 于谦还没有研究明白呢 吴定元已经往纸上一点 我觉得这个好 这还真是破天荒头一遭 其他两个人连忙一看 他选的是宣德 朱瞻基问他为什么 这个笔画多点 自然是起立的 朱瞻基示意宫女和海兽 都离开书房 然后往紧踏上一摊 咱们现在能正常点讲话了 这几天你灭毫子到睡得书的 我可是累得要死 没想到当皇上这么麻烦 陛下您可不能这么说 传出去怎么得了 我这不是把外人都撵走了吗 就咱们仨 还不能容我交交苦啊 朱瞻基揉了揉自己两个黑眼袋 没好气地抱怨他 苏大夫呢 他怎么没一起来 他外出采药去了 说京城药铺人心交战 必须亲自厌过才放心 苏大夫真是医者人心 你们瞧 他知道我被国事操劳 昨天还配了补神的汤药给我 太医院那群废物还不乐意 劝我别用民间野医 被我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顿 踏边的小香炉旁 搁着几个黄纸扎起的小药包 细声打得颇为精致 黄纸外皮满是印字 大概是从哪本旧书上拆下来的 但是每根药包上头 都有一行清晰的心墨大字 字体俊秀 是苏京西细心写下的配物与肩法 要是没有苏大夫这方子撑着 我只怕早累趴下了 他还有自己的大手未报 我这几天事情太多 都还没抽出时间来关注 实在不好意思见他 朱瞻基把手边的奏毒 一张张拿出来手 年号还算是小事 你们瞧瞧 京城洪灾得善后 汉王的党羽得查 南京的局面得安抚 山东的驻军得笼络 先皇的嗜号和妙号 我母后的徽号得意 先皇的子宫 现在都运到天寿山了 可还没地方搁呢 还有费曹和千都 两件大事都要义 简直是没完没了 陛下莫急 治大国如捧小仙 不可操欠 循序渐进便是 如战机捧着奏毒 很是感慨 说来也怪 父皇也罢 东宫师父也罢 原来也讲过这些东西 可我总觉得隔层傻 这十五天 沿着曹和走了一圈 再回过头看这些奏毒 忽然便觉得清澈通透 看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红仪 白龙卦 汪急 郑显帝 孔十八 晋荣 酸泥公子 佐叶和 梁兴复 就好像被运河一根线 全扯了起来 趁怎么批约 他们什么反应 历历在目 全局都跟着掀谎 纸上得来终绝前 绝之此事要功行 陛下能有此感悟 是乃国家之幸 黎明之福 现在回过头想 朕当太子时 确实有点糊涂 这些事是真不明白 怪不得人家老说 妄之不似人君 于谦吓得赶紧要解释 天子笑着摆了摆手 真现在才明白 没本事的人 才会说这种刻薄话 你若真弄明白 就不在乎了 不知不觉 朱湛基又把我 换成镇了 对了 说起昨夜和雨梁兴府 这白莲教的事 也得处置一下 你们俩有什么意见没 在他看来 白莲教固然有中途反正之功 但是前期勾结汉王 在南京作乱 尤其是还炸毁了 自己的龙船 与无数官员 这等罪责 是无论如何都设不了的 何况朱湛基在济南和京城 也看出来了 白莲教潜藏在民众中的力量 为时可怕 只是有了孔十八 那一段香火情在 尤其是了解了 白莲教中的动机 朱湛基一时有些犹豫 臣以为白莲之兴衰 不绝之于佛母 是绝之于陛下 天子圣名 百姓一事无忧 谁去做白莲行动啊 朱湛基一脸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表情 那他又看向吴定元 后者呢 却一言不发 朱湛基换了个依靠的姿势 说 从南京到京城这十五天 你是立了保驾打工的 朕一直在想该怎么省 可总也想不出 这次叫你过来 就是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 于谦先生暗暗心息 然后又担忧起来 皇上既然让吴定元尽管开口 这赏赐不会小 忧的是 就怕那家伙把持不住 狮子大开口 万一超出皇上的预计 大家会很尴尬的 五百零一辆成运库文银 外加一袋和谱珍珠 吴定元倒是一点都没有犹豫 出瞻鸡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他脑海里闪过一幕幕长景 南京 瓜州 淮安 济南 无不令人感怀莫名 可是他很快发现 吴定元似乎不像是开玩笑 不由得诧异道 你真打算只要这些 朱瞻鸡屈身向前颇为不满 吴定元 你是不是脑壳摔傻掉了 你要是不懂可以问了于谦 你的功劳 一个世袭网替的侯爵是最起码的 至于官职嘛 你愿意回南京去 做个协同守备也成 去扬州或者淮安 管几个寻曹河的水军营头也成 或者干脆留在京城 在锦衣卫做个指挥同志 过一年 我把你直接提成实职指挥室 咱俩还能时常见面 他看着那只残废的右手 官职越说越大 面对这些汹涌而来的超品殊荣 吴定元仍旧保持着沉默 朱瞻鸡说到后来 觉得自己简直是在求他似的 面色一沉 猛一拍桌子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说说看 于谦在圆堆上有点如坐针毡了 这灵膏子不会失心疯 想开口当个国公吗 而且看皇上的架势 真说不定还会答应 吴定元缓缓抬起头 双眼向朱瞻鸡直视过去 不出所料 目光一接触 他的面部肌肉便一阵抽搐 强烈的疼痛 鞭持着五官 但奇怪的是 他这一次没有逃避 而是咬紧牙关盯着对方 即使疼得轻筋抱起 也不挪改 朱瞻鸡被盯得很不自在 先移开了视线 好了好了 你别自己找罪手了 这又没逼你 以后准你觐见 不用看着这 都行了吧 要不我先说说自己的尸体 陛下你再决定赏赐什么吧 好 你说 我在南京城里 本来是一个懒散度日的灭膏子 既不知道自己是谁 亦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 若非在山谷台遇到陛下你 只怕迟早会醉死在秦淮河里 这一路上 你虽然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但也给了我一条出路 让我找回了过去的真相 看见了真正的自己 朱瞻鸡和于谦面面相去 吴定元的情况他们早知道了 不就是发现自己并非亲生 以致性情大变吗 如果你说的是这个 放心好了 朕给铁狮子也追此官决 你妹妹吴玉露 也会安排个好人家嫁了 你要想找你生生父母 我也可以安排专人去查 不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其实你们应该早有疑惑 为什么梁星府会死在四天台下 为什么昨夜和要山东民众 建起堤坝 白莲教为何在淮湾不杀我 反而将我带去启南 还有 为何我一个南京的小人物 一看到陛下你的脸 便会头疼的难以控制 朱瞻鸡的脸色微微有了变化 这些蹊跷之处 其实他都有想过 只是那时候忙于逃亡 不及细思 只当是白莲教 急于讨好朝廷的举措 这些事我本来不该说的 但现在不说 你早晚也会知道 到那时候意义就不同了 京西对我说 坦诚以对 心无腹泪 所以我决定 还是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等一下 朱瞻鸡隐隐觉得有点不妙 朕可以当这场谈话没发生过 过往的事也既往不咎 你还是别说了 可我必须说 不只是为了给你一个交代 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我已经逃避了半辈子 不想再逃下去了 这次到京城来 我已经想好了 要么痛快地死掉 要么把所有事情 都做一个了结 屋子里陷入了一阵沉默 于谦站起身来 小声说道 既有密奏 臣便不遇闻 先行告退 你别走 有第三个人在 至少能稍微化解掉一点尴尬 留出些余地来 于谦只好坐回到圆堆上 忐忑不安地 左看看右看看 吴定员见朱瞻鸡默许了 便缓缓开口 他的口才不算好 但这些事情在心里 不知萦绕了多少次 所以讲起来格外的流畅 他从静难之意的济南大战讲起 讲了铁炫 再讲了铁夫人与幼子在金陵教坊寺监狱的那一页 讲钟二勇如何变成吴不平 讲梁行甫如何性情大变 讲红玉的坎坷遭遇 然后又说起唐塞尔与佛母的诞生 还有左叶和的心思 一场绵延近三十年的恩怨 就这么通通透透的显露出每一根枝叉 这一讲就是一个多时辰 期间朱瞻鸡和于谦一次都没有打断过 两个人一动不动有弱泥素 没想到一个头疼病 背后居然牵扯出这么多事情来 就是说你一看我就头疼 是黄爷爷杀了你生生父亲的缘故 朱瞻鸡拿起手边的茶盏喝了一口 可是喉咙依旧干涩 是的 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从宝船上掉下去 恰好被跟朱家有仇的你捡到 这不算巧合 该是宿命 也算孽元吧 吴定元苦笑了一下 没有朱棣对铁家的迫害 他便不会被吴不平收养 如果他没有发觉自己并非亲生 便不会就此颓废堕落 如果他没有颓废堕落 便不会被吴不平安排到 最偏僻荒凉的善谷抬去之前 从另外一个来说 若非铁炫汉守济南 迫使朱棣绕路南下 他在蒲子口便不会遭遇危险 也就不致让汉王滋生野心 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 越烧越旺 最终会铸成着两惊之谋 去炸飞在南京的太子宝船 冥冥之中 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在几十年前轻轻地推动一下 层层碰乱 竟然推出了今日 这尴尬而荒唐的局面 争可谓夜必有阴 夜必昭果 一饮一酌 皆是天地 两人对视两久 一时都说不出话了 你想要什么 报仇 为铁圈平反 于谦当时紧张了 为铁圈平反是不可能的 这一平反 别说永乐皇帝面子难看 连静难的正统性都要被动摇 那只剩下报仇这一个选项了 这时候 吴定元若是出手 外头的守卫可来不及进来 吴定元两只手搁在双膝上 没有回答 只是直视着皇帝 朱瞻基跳下卧榻 取来挂在墙上的一柄雁灵刀 怒气冲冲地扔到吴定元的面前 你别当我是太子 想报仇 来 动手吧 我一条命还给你 于谦大惊急忙冲到两人之间 吴定元 你可想清楚 杀铁炫功的是太宗皇帝 红锡皇帝还一直在给静难罪臣赦罪 陛下那事才多大 于谦此时为了救下朱瞻基 对太宗也顾不得言辞谨慎了 朱瞻基沉着脸把于谦推开 让他来 我朱家的措施自然由我来承担 吴定元面无表情地 俯身用左手捡起刀 可他右手已残 没有办法拔出鞘 朱瞻基握住刀鞘 一把给拽了出来 只见屋子里一片白光闪过 朱瞻基扬起脖子 死死叮嘱对方 于谦这下急了 愤愤上前 一揪吴定元的衣襟 你不会真想杀了皇帝 去做那什么白脸掌教吧 若我做了白脸掌教 还有何掩面去见我养父 同样道理 若我接受了朱家的赏赐 又有何掩面去见我生父 可你与陛下这一路上的情分 于谦还要相劝 可是话到一半 却骤然断掉了 他注意到 吴定元的额头青筋如蚯蚓起伏 一拱一跳 从刚才开始 他就一直在直视着天子 一直在忍受着 如刀劈斧凿般的剧痛 于谦忽然彻误 为何吴定元之前 在京城如此拼命 不是因为忠诚 甚至不完全是因为友情 而是真心希望就这么死掉 斩断着一切纠缠 吴定元抬起左边的手臂 用食指用力敲了敲太阳穴 陛下 我很想放下这一切 从此尽享荣华富贵 可我就算骗得了自己 却骗不了这里 我如今一见到你 仍旧头疼的要死 怎么能骗自己说 这一切都已经放下了 他仍旧没有挪开目光 那源自久远的痛楚 用力刮削着面部惊弱 令每一寸肌肉都扭曲颤动着 看起来极恐怖 也极悲伤 朱瞻基沮丧地闭上眼睛 之前他还有个幻想 觉得两个人 这一路的生死情谊 好歹可以化解掉 昔日复辈的仇怨 可惜 此时他不得不承认 这死结根深蒂固 殊无可解 吴定元固然不肯放下心结 朱瞻基扪心自问 难道自己就能吗 要化解恩怨 其实也很简单 给铁炫平反便是 可他如今是九五之尊 能不顾大局任性而为吗 他会为了得到吴定元的谅解 而肝冒地位不正的影响吗 头上那顶冠冕 沉颠颠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真如于谦所言 做了皇帝 要考虑的事情太多 真的没办法随心所欲 这千辛万苦得来的真龙宝座 正是横杆与两人之间的巨大翻离 谁都没办法再退一步 我有个问题 若当初你在上古台 就已知道一切真相 还会把我捞上岸吗 会 若你当初去济南之前 知道一切真相 还会去救我吗 会 我当你是朋友 自然会去救 可惜 你现在是皇帝了 一听这话 朱瞻基心口一团火 蹬得炸开 他随手抓起旁边的小铜炉 狠狠地朝着那个灭膏子砸过去 铜炉在半空 划过一条很短的弧线 动得一声 砸中了吴定元的额头 他整个人向后仰去 血花似箭 而铜炉旋即 重重跌落在地板上 灯时四分五略 可见力度有多大 直到于谦惊呼一声 赶忙去掺吴定元 朱瞻基这才从圣怒中退出来 意识到自己冲动之下 几乎杀了对方 他面色轻一阵 白一阵 站在原地 不知该如何是好 外面守候的海兽 听到动静 赶紧进屋来看 他一见到吴定元一脸失血 手里还握着刀 连声尖叫道 有刺客 胡驾 胡驾 胡驾呀 大乱出平的紫禁城里 侍卫们都打起了 十二万分的小心 一听事情 不知从哪里 就冒出来二十多个人 朱瞻基正要贺令 让他们退下 谁知吴定元 抹了一把脸上的血 把于谦推开 然后提着刀 走向皇帝 毫无悬念 他立刻被一群人 死死的暗手 动弹不得 于谦懊得原地乱转 本来不大的事 这一闹 真成了刺杀王家 难道他不知道 对皇上动手的严重性吗 正因为我是天子 所以他才不肯服我 他太了解吴定元了 对那头将驴来说 任何和解 他都会觉得是自己 因为畏惧皇权而退缩 海兽跪在天子面前 自请责罚 朱瞻基一挥袍袖 传声说道 去把他关入天牢 让太医院好生诊职 没朕的手约 谁也不许接触 谁也不许带走 他要有什么话说 不得这样 立刻暴霉阵制 海兽有些不理解 可还是满头大汉的 遵旨之行 吴定元被侍卫们 押着正要带走 忽然他争动起来 他回身朝向天子 披散的头发 混着鲜血 遮住双眼 让他的表情 晦暗不明 朱瞻基眼睛一亮 哪怕对方张口 只求一声 他也好顺势赦免 谁知吴定元 只是定定地 望了他一眼 便转回身去了 侍卫们推着吴定元 很快就离开了前情宫 朱瞻基站在 南书房的台阶之上 望着空荡荡的家道 助力良久 于前担心皇上 是受了什么刺激 却不敢去劝说的 就在吴定元的身影 消失在家道尽头的时候 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 平地而起 在过道内 形成风龙过境之势 南书房的大门 这么开着 被呼啸的墙风 一头灌了进去 一时间 微平色色 锦坦飘摇 墙上的字画 岸上的笔墨 踏边的药包 奏毒 轻供等等 轻小的物件 被吹得满屋子乱飞 一片狼藉 其中有一张纸 飘飘忽忽 飞落到小香炉的残骸上面 于前快步上前俯身去捡 一步留神给撕坏了一脚 这是那张 汉林院你写的 年号奏毒 纸上别处都完好无损 恰恰宣得二字 被蚕童的尖角 给撕裂开来 格外触目惊心 于前心疼的伸手 俯了俯边角 又想去把那小香炉 给捡起来 可惜已经碎得 无法拼回去了 不过残骗纸上 仍能看到血迹 我吴定元以洗代香 就此起誓 我会为我爹报仇 于前脑海里 默得想起 吴定元手握香炉起誓的话 现在看来 这几乎就像是一句称语 于前手握着这枚残骗 回过头来 他本想劝黄的两句 可是一抬眼 却发现不太对劲 朱瞻基的脚边 落下一个药包 药包已经被吹散海来 黑黄色的药坟 撒了一地 天子就这么垂着头 直勾勾地盯着地面 不知道发现了什么 还没等于前开口相寻呢 朱瞻基突然一跺脚 反身进屋 满屋子乱翻乱找起来 于前跟海兽问他在找什么 他也不说话 继续眉头苍蝇一样的转悠 过不多时 朱瞻基眼睛一亮 从一大堆散乱的揍毒中 粘起了一张破纸 皇帝的目光 与破纸接触的一瞬间 先是炸亮 然后暗淡下去 紧接着一团滚烫的火焰 由小箭大 在瞳孔中燃烧起来 接着他对海兽 下达了一道口语 肃招张全进宫 张全穿过紫禁城里 最宽阔的广场 皮靴频繁踏在青石板上 发出急促的回声 不远处 即是三大殿工地的 木座大架子 可惜工地里一个人都没有 新皇登基 是否会重启这项巨大的工程 目前尚属未知 这几天 张全一直待在自家府里 没有和任何人来往 他这次立下不适其功 天子虽然不能对 拜其授予官职 但是刺绝封地绝不会少 张侯之号 有望名副其实 张全急之分寸 越是这种时候 越不能鞠躬自傲 所幸 闭起门来读书 把来巴结他的人 全都堵在了外面 对于天子 如此急切地召见 张全颇有些莫名其妙 想不出有什么事 会急成这样 他收到口语之后 二话没说 跟着海兽便往皇城来 天子要见他的地点 是在咸西殿 这是位于紫禁城 西北角的一座大殿 本是仁孝文皇后的居所 现在张皇后 马上会变成皇太后 她颇实大体 主动先搬到了这里来 看来 这事还跟我姐姐有关系 张全回京城之后 自渡府门 还没顾上去探望姐姐呢 这次若能见到 也是好的 她很快抵达了咸西殿 皇帝和皇太后 都在殿内等候多时了 张皇后经过几日条理 气色比之前好多了 一见张全 不由地抱住 她的弟弟大哭起来 张皇后强忍丧夫离子之痛 独自一人死堂汉王 若不是有这个争气的弟弟 护着外甥一路回来 只怕早已支撑不住了 朱瞻基在旁边没有吭声 任由这对姐弟续续亲情 其实她本想单独召见张全的 结果张皇后临时叫她过去谈话 索性便在咸西殿一并见了 张全好不容易劝说姐姐收住眼泪 回身向天子郑重叩拜 问赵他觐见有何指示 朱瞻基吩咐旁人 端来了一个圆堆 请张全坐下 这次叫就来 是有一件大事需要参想 莫非是迁都废曹之事 臣正要上书详续 请陛下三思 不是那件事 朱瞻基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张 破破的黄纸来 这次吴定元先行进京 带来舅舅写给阮安的一封亲笔书信 全靠这封信 他才算打破局面 得以让我们母子脱险 张全应了一声 可眼神里却透出了极许疑惑 朱瞻基笑着抖了抖黄纸 说道 这不是那封书信 而是包住兼职的信品 舅舅你也忒不爱惜了 居然扯了一页自家诗稿来做信品 张全接过去一看 发现还真是 他曾经刊印过一本长安林全集 里面收录了他和一些朋友唱和的诗作 这是其中一页 上面印的是一首七诀 张全有些发愣 他不记得自己思过这么一页诗稿做信题 这首朱瞻基念出声来 愁拾一月立东 扫其袭上部张侯运 扁阙无奈目将合 肆逆回扬喜沉诈 不再姓林一妙手 人心一贯济世德 若款是富阳侯礼貌方 这时写得歪七扭八 格律利益义无可观 浅漏如蒙同雅语 这都是永乐二十二年的事了 当时富阳侯的儿媳妇生了怪症 我赠了他一个肆逆回洋汤 可惜终究未能济世 十一月冬至 他在府上办了场扫戒宴来庆祝 我写了一首诗 他非要唱和 诗里说的就是这件事 写得并不高明 不过人情难缺嘛 后来我印诗稿诗顺便收起来了 不过我不记得 又拿他做信匹 舅舅你还懂齐皇之术 自己会存方子啊 陛下见笑 这方子并非出自博手 而是怀左大儒郭春之告诉我的 我们时常通信 无论如今 艺术 天文 信灵 都会聊一点 昌权说得轻松 却没有注意到 朱瞻基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陷入了沉思 自从苏京西向他提及了 四溺回洋汤的来历之后 朱瞻基一直在苦苦思索 到底这药方子 是如何流落到汉王手里的 最开始 他以为是王锦虎 给了自己的丈夫 富阳侯府的世子 再通过永平公主 给了汉王 但是苏京西早早就否认了 这个猜想 当时形势紧迫 他也顾不上细细的琢磨 眼下这张诗稿残叶 却揭示出了 另外一条传播的路径 四溺回洋汤 乃是苏京西和王锦虎 共同创制 绝无崇明可能 张权既然说 四溺回洋汤得自郭纯之 那几乎可以肯定 是郭家从苏京西那里 不知用什么手段取得的 毕竟 这苏京西和郭纯之的儿子 郭真隐之间 曾有婚约 换句话说 这辽波起汉王野心的药方 从苏至郭 从郭至张 竟然是自己的亲舅舅 把他给了抚养侯 想到这儿 朱瞻基的神态 变得极不自然 舅舅大概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他口中的四溺回洋汤 就是坑害 红西皇帝的续命齐方 所以才会坦然说出来 张权当然不是汉王一当 但是残酷的事实是 一个努力拯救这一切的人 却亲手催发出了这个阴谋 朱瞻基顿时有些泛滥 接下来该怎么办 因为一个无心之师 难道要毁掉一位功臣和至亲吗 还是干脆装作糊涂 不予追就算了 陛下 朱瞻基听到张权的呼喊 这才回过神来 他努力控制自己的面部肌肉 艰难地问道 傅阳侯家那个病死的儿媳妇 叫什么名字 王景胡 不知怎的 罹患木江之症 年纪轻轻便去世了 实在可惜 一听这话 朱瞻基的心绪更加恶劣 这木江之症 与四溺回洋汤的效用 惊人的相似 可见这女子之死 绝非张权说的这么简单 这其中只怕大有蹊跷 怪不得苏大夫一门心思的 要为她这个闺蜜报仇呢 皇帝发现自己突然身陷两难 他曾答应苏惊熙 要为她的复仇做主 但是一旦开始查王景胡之死 张权提供的四溺回洋汤的事实 便会曝光 届时皇帝和张皇后将极为尴尬 如若放弃不查 王景胡之死的真相 将永无大白的一天 傅阳侯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 那他对苏惊熙的承诺 岂不是等于放屁吗 朱瞻基内心天人交战 这两种考量如两块灼热的铁板 来回地悬置着 把他考得坐立难 张皇后察觉到自己儿子的异样 关切地问他 是不是最近处理国事太累了 朱瞻基微微点头 张皇后很是心疼 你还未登基 莫学先皇那么操劳 这句话猛然提醒了朱瞻基 他回过头来 对张权勉强露出了一个笑容 舅舅 这次叫你来 是希望你去天兽山那里走一趟 你不是会看榆树吗 去给先皇的玄宫看一看积壤 张权微微一正 天子刚才一番询问 都围绕着傅阳侯的家世 怎么突然又跳到先皇山陵上来了呢 一般来说 帝王登基之后 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器 可是红西皇帝在位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他的山陵甚至还没有开始动工呢 结果官无目可以安放 至今还放在临时搭建起的玄宫里头 这对朝廷来说 是一件极尴尬的事 可是陵旨早早就有阴阳方家选定 就在永乐皇帝长陵西北两里处 哪里用得着他一个野鹿子外戚去选呢 先皇遭逢大变 说不定是风水出了问题 别人我不放心 还是舅舅你去看一眼比较好 朱瞻基的理由有点牵强 不过态度却特别坚决 张皇后还想再问问 他强硬地打断道 母后 父皇 安陵所在 除了舅舅 我谁都信不过 既然皇帝都已经明确表态了 张权别无他法 只得答应下来 表示即刻启程 朱瞻基看着张权离开的背影 微微松了一口气 从这里到天寿山 有一百二十里地 张权这一来一回 怎么也得六月十日之后了 在这期间 朱瞻基可以先悄悄 把富阳侯的事情调查清楚 张权不在 正好可以避免尴尬和串通 能查出什么来 朱瞻基不知道 查出来怎么办 他也不知道 但好歹先拖延下去再说吧 他忽然又想到了吴定元 樊毅又一次翻涌上来 这也是一个无法解决 只能拖延的问题 只能将其关在天牢里头 怎么当了皇帝之后 烦心事越来越多呢 魂不似很多人 想象的那般畅怀 他甚至有点怀念 曹和尚的日子了 那时候虽然危险 但大家全无隔阂 都在朝一个方向努力 这时候 张皇后在一旁轻声道 陛下 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有些魂不守舍 许是初当了皇帝 有些不适应吧 张皇后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伸出手去 爱怜地整了整天子的书冠 你压力也别那么大 你父皇即位的时候 比你还慌乱呢 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一直跟我续道 其实 他当皇帝 就靠着一句话而已 今天 既然你我母子难得谈心 我把这句话 也交给你 朱瞻基应了一声 老老实实地听着 百姓带君 你能安之耳 老百姓拥戴哪个君王 是因为 能让他们活下去 陛下 你记住这句就行了 若在从前 这类劝戒朱瞻基早听咽了 可是今日闻言 他却默得一阵 眼前忽然浮现出了 孔石巴那张苍老苦楚的面孔 和一朵铜莲花 曹河上的种种剑文 一时全浮现在了眼前 多谢母后教诲 说起来 你们爷儿俩 可都不是赏心的命 哪次即位 都得道出一大堆事情来 朱瞻基拍了拍母亲的手 无奈一笑 当年 永乐皇帝在北征途中去世 英国公张府 为防汉王趁机发难 密布发丧 先派了海兽回京 统治当时还是太子的朱高赤 朱高赤和朱瞻基 立刻偷偷出城迎丧 把关国扶回北京 才对外公布 现在回过头来看 洪熙皇帝登基的过程 简直就是把两经之谋 预演了一遍 那一夜 你跟你爹出城去迎关国 我留在家里 可是万分紧张 万一永乐皇帝的死讯提前泄露 你们爷儿俩又不在京城 汉王搞不好就要趁京中空虚 铤而走险 当时我背好了一把匕首 万一事情不邪 干脆自尽 我握着匕首 足足等了一夜 一直到 听说你们扶官进城 才松了一口气 我本以为从此不必操劳了 万万没想到 一年不到 我儿子登基时 我会更折腾 朱瞻基心疼地握住了母亲的手 这次两经之谋 若非有母亲独立支撑 硬扛汉王 外头太子跑得再快也没用 若论功绩 母亲的功绩最大 母后你要什么赏赐 张皇后笑着拍了拍她的手背 傻孩子 我已是太厚了 还贪什么东西 只要你注意休养 别像你爹 吃得那么胖 我就知足了 对了 母后这次叫我来咸西殿 是要说什么事 张皇后见朱瞻基还是心神不宁的 就叹了口气 说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就让朱瞻基先忙着 过几日再说也不迟 朱瞻基点了点头 他最近心里的事别压太多 实在是不胜负荷 天子拜别母亲离开了咸西宫 这时正直排响 月洒垫脚 夜冷宫城 他站在空旷深邃的紫禁城中 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寂寥 在明亮的月色下 西直门隆隆的开启了一条小缝 一起黑影离开了京城 朝着西北天寿山方向飞速持去 城门随即关闭了 城门兵打了个哈欠 准备回窝铺里继续睡觉 他们谁也没有发现 城头正助力着一道黑影 朝着西北大陆望去 洪西元年6月8日 吴定元很久没有享受过 如此懒散的生活了 之前他是昏迷不醒 这两天却是以完全清醒的状态 待在天牢里 天牢其实是一个俗称 正式名称应该叫做昭玉 它归锦衣卫北政府司长管 里面关押的都是亲命罪犯 各个身份显赫 所以这天牢的诸相设施 比寻常牢狱要舒适得多 狱卒态度也非常不错 谁知道哪位亲犯 不知道何时就起父了呢 都不好得罪 尤其是天子这次直接下了口谕 要求对这个犯人好生看顾 下面的人自然心灵神会 好酒好肉流水一样的送进去 吴定元放开肚皮尽情享受 没事还跟狱卒扔扔头子聊聊天 倒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至于皇帝会如何处置自己 他根本就不去关心 他这会儿刚吃罢复兴楼的酱肘子 喝了二两烧刀子 微微有些倦意 正想靠着墙角瞇会儿呢 忽然狱卒过来敲了敲诈了 说有访客来探监 吴定元一抬头 看到于谦一脸肃默的走进来 手里还捧着一个姓黄小卷筹 他正要叫一声小心人 于谦却瞪了他一眼 抢先开口道 奉尚玉 提侵犯无定人 转行载刑部大狱 着三思一处 第125集 原禁于此 北镇府寺的昭狱 是天子清管 官也罢放也罢 皇上一句话的事 但刑部大狱却是正经的法狱 犯人进去都需要一套流程 判定罪名需要刑部大理寺与督察院合议 吴定元从昭狱转到刑部大狱 说明皇上不打算管他了 一切以大明律法判决 这些弯弯绕绕 吴定元都很清楚 毕竟是捕快出身 他也不在乎 冲于谦微微一笑 起身准备带镣铐 于谦对狱卒一摆手 人三右手一残 用不着 就这样吧 他带着吴定元走出昭狱 沿着皇城家道一路南下 朝千步廊外的刑部大狱走去 于谦一改寻常的锅造 全程一言不发 也不回头看 只有他那顶乌纱帽的长翅 不时乱颤 暴露出心虚的不平静 说来也怪 往常这条路上戒备森严 城头有固定的哨所 道上有寻兵 可今天 他们却都消失不见了 整条家道极为安静 只有他们两个人 缓缓走着 走过一个拐角 于谦忽然站定 头也不回地说 你头还疼吗 不看见他就不疼 红于和妹妹你不用担心 陛下已经派人去托山安排了 多谢 我没什么别的牵挂了 你 你怎么就这么叫 于谦仍旧没有回头 可明显是憋不住了 他狠狠跺了跺脚 你哪怕事先跟我商量一下也好 现在闹成这样 谁也没法救你了 有些事 不会因为他是皇上 就可以妥协退让 我得多谢这头疼的毛病 时刻提醒着我 吴定元仰起头来 看向高大的紫禁城墙园 我无力改变这一切 但总有不谅己的自由 当日是我硬要把你拽进这探烂局的 如今又是我把你送到刑部大狱 你想当韩信 我还不想做萧和呢 吴定元呀吴定元 你个蠢才 你我今日远近于此 两人正说着 忽然旁边传来了门板响动 吴定元侧头一看 却见高大的珠墙下方 一辆窄锯推车 从便门外咯吱咯吱的开进驾道 这道便门是宫中杂役专用的通道 珠像日常杂货从这里运入 垃圾粪粪土也从这里运出 这辆推车上头 隔着四个身宽的大木桶 有淡淡的恶臭散发出来 正是运送宫中粪尿的紫姑车 两个头戴斗笠的粪工 一人在后扶着车 一人在前头牵引 紫姑车隆隆地开到了吴定元的身边 前头牵引的粪工 一台斗笠露出了一张清秀的面孔 长江 我们来接你了 吴定元一看 居然是昨夜合 后头推车那位则是周德文 这两个人怎么潜入紫禁城来了 吴定元吃惊不小 连忙转头去看于谦 却见他依旧背着身子 假装对身后的事情茫然无知 昨夜合也不多讲 迅速掀开一个粪桶 请吴定元坐进去 这粪桶圆境颇长 已经清洗干净了 他全坐进去 刚好能盖上木盖 吴定元这才明白 于谦说的 今日圆境于此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萧姓人 看着耿直正派 手段却误会得很 于谦在南京的时候 就让太子躺经过紫姑车 如今故技重施 非让他也要臭上一遭 吴定元心里泛起了一阵感动 对于谦这样的性子来说 敢让白连教 混入紫禁城就侵犯 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喂 我这一走 你岂不是 长江你莫问了 于谦是是不可能转身 更不可能回答的 吴定元当即会议 于谦不回答 这就是一桩白连教截人案 若他硬上一句 兴致变成了内外勾结 这时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面子上还是要过去了 他看了一眼 于谦站在家道中央的背影 全身坐进粪桶里 当木盖子盖住光亮的一瞬间 吴定元忽然觉得不太对劲 以小姓人的性子 当众求情是可能的 但他绝对做不出 截夺侵犯的勾当 何况紫禁城何等森严 昨夜何等人哪来的神通了 能来去自如 家道两侧的寻君都去哪里了呢 吴定元的心中 突然生出了一股奇妙的感觉 似乎有一双眼睛 在远处注视着这一切 可惜他现在没办法确认 这时候于谦背对着他 突然做了一个长衣的姿势 这辆紫固车缓缓驶出遍门 沿着外涌道向外走去 这紫固车离开紫禁城的 整个过程中 确实有一道高高在上的视线 从远处的敌楼顶端 投注下来 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小黑点 直到这紫固车离开 彻底脱离了紫禁城 这道视线 才收回那座高大的敌楼顶端 你总嫌自己被圈在方存之地 我又何尝不是 别罢 你我相熟一场 好歹有一个能逍遥的吧 皇帝喃喃自语 莫得想起了那只 差点放生的赛子龙 傅阳侯和永平公主到了 门外的小宦官通报道 让他们去南书房等阵 朱瞻基面无表情地说着 然后转身走下敌楼 这一任傅阳侯李茂芳 是个被缩的中年人 他缩在母亲永平公主身后不讲话 永平公主见到侄儿来了 脸上满满的都是笑意 可眉宇间却留着一丝警惕 之前在京城的事变 他虽然不知详情 但却知道自己的两位哥哥有些不和 皇家无小事 他作为朱家女子 自然有最起码的政治嗅觉 李家去年八月才被红西皇帝严惩过 这时候可是不能出错的 朱瞻基见到两人 先是寒暄问候 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略过红西皇帝与汉王 待铺垫得差不多了 朱瞻基便问道 朕的登基大点就在眼前 卿尘都会有所封赏 傅阳侯 你之前被先皇夺了告劝 朕这次叫你来 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弥补一下 永平公主母子巨石一愣 他们可没有想到朱瞻基这么好心 不过朕不能一登基便竟敢救命 有违孝道 只好变通一下 告劝不发还给你 但可以给你儿子 回陛下 冒方的心下只有一子 叫李志 去世三年了 难道没留下什么儿女吗 没有 就连寡居在府的儿媳妇 也在去年没了 那件事我倒听说过 是不是我舅舅张侯 还给你们送过药方 正是 不过他罹患的是沐衍之症 那药方到底也没能救回来 药方叫什么名字 永平公主母子对视一眼 都有些疑惑 还是李茂芳记性好 说道 似你回阳汤 这药方可还在吗 应该还留在书房 我回头拙人献给陛下 不用 我让人去取 朱湛基换了一位小宦官 取了李茂芳的手术 去复阳侯府 还特意叮嘱 要亲眼见到药方取出 这个药方 你们可还给过别人 张侯虽是好意 可能药方委实没什么用处 怎么好再给别人 王锦胡的这个目眼之症 是如何罹患的 永平公主有点纳闷 皇上怎么总往王锦胡身上绕 难道后宫嫔妃也得了同样的病症 他含糊地回答道 这 头部伸撞在屏风上 冲击过肾 朱湛基忽然发现 李茂芳的嘴角明显抽搐了一下 额头开始有汗水浸出来 永平公主则不动声色地朝旁边挪了挪身子 试图遮住儿子 果然有问题 朱湛基心中一斗大气 他毫不客气地拨开了永平公主 快撞 王锦胡到底是怎么死的 李茂芳被皇帝猛然这么一鹤 双肩筛糠似的哆嗦起来 朱湛基起身禁闭 吓得他哭咚一声 从圆堆上出流下来 直接跪倒在地上 永平公主见儿子如此不成气 气得直锤他的脊背 可为时已晚 李茂芳支支吾吾的做了回答 朱湛基听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逼问出的 居然是一出爬灰大戏 原来 这李茂芳对寡居的儿媳妇起了觊觎之心 在府里运药用墙 王锦胡性子易烈 抵死不从 两人拉扯一阵 不小心 让王锦胡一头撞在了石瓶风上 整个人昏迷不醒 永平公主明知 儿子做下了禽兽之事 但是也只好拼命遮户 对外谎称 王锦胡得了目眼之症 严请的医师 都是按照这个病症诊治的 自然毫无效果 没几日 人便死了 朱湛基听得怒意勃发 难以遏制 难怪苏惊熙不远千里 从苏州跑来报仇呢 好端端一个女子 竟被亲人残害如是 为时令人愤慨 永平公主面色惨白 顾不得矜持 连忙跪在了李茂芳的旁边 恳请皇帝 看在先皇的份上 略作宽幼 朱湛基一听 反而更加恼怒了 若不是李茂芳搞出了 这么一出爬灰大戏 便不会从张权那里 得来肆逆回洋汤的药方 就不会流落到汉王手里 引发后头的一连串事件 她飞去一脚 狠狠踏在李茂芳的心窝 让后者惨叫着躺倒在地 永平公主发出了一声尖叫 飞扑过去扶住自己的儿子 大哭起来 陛下明鉴 其实是王景胡那个小丈夫 来勾引茂芳啊 他寡居三年 早就春心萌动 这不是茂芳的错呀 这个妇人为了逆子 竟然开始胡乱指摘死者 朱湛基正要再上去踹一脚 可是小腿踹到一半 却僵住了 什么 寡居三年 王景胡死于永乐二十二年 那么王景胡的丈夫李志 应该死于永乐十九年 可是朱湛基分明记的苏京熙说过 王景胡嫁来京城是永乐二十年 这时间对不上啊 你至于王景胡是何年成亲 永乐十九年 永平公主压低声音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我孙儿体弱 阴阳先生说得用大婚冲洗 我四处打听 最后在宣府寻的一户 愿意攀附复抚侯家的人家 把女儿嫁了过来 可惜我孙儿命保 没几个月便没了 若非如此 何至于后来闹出这种丧尽闻眉的丑事 说到伤心处 她不由得大哭起来 可朱湛基的心思 全放在了另外一件事上 宣府 她的籍贯不是苏州长州吗 永平公主有些茫然地看向天子 她一个土生的宣府人 怎么会移籍到苏州 我家里还有评书呢 给陛下看 朱湛基这下可有点糊涂了 按说这两个人连爬灰的事都承认了 不至于在这方面骗人 她立刻又吩咐了一位小宦官 再去复阳侯府上查探 第126集 殉葬之礼 过不多时 第一个小宦官先回来 他没让蒲一经手 静止入府 从谭柜中取出了药方 朱湛基取来一看 确实是舅舅手术 也确实叫肆逆回阳汤 但药方内容与太医馆所藏的续命齐方 全然不同 这就奇怪了 若张权给富阳侯的四逆回阳汤 不是续命齐方 那么永平公主 自然也不可能把药方给汉王 朱湛基整一条线的推测 便站不住脚了 第二个小宦官来得略微迟离些 他在富阳侯府取出聘书 还审问了几个仓头与丫鬟 连邻居媒婆 以及参加过婚宴的几个亲戚也都问过了 王景胡是宣府人士 这更奇怪了 王景胡的出身 以及嫁入富阳侯府的时间 和苏惊熙的描述完全对不上 永平公主和李茂芳还表示 他们从未听王景胡提起过 苏惊熙这个名字 一头雾水的朱湛基 只得先让他们两个人回去 毕抚自行 他本想把苏惊熙召进攻来 详加询问 可再想 吴定元既然已经脱困 苏惊熙此时应该陪着他 一起离开京城了吧 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朱湛基没来由地犯起了一股醋意 可很快又变成了酸楚和深深的愧疑 他伸出左手 轻轻抚摸着肩上的酒伤 仿佛还能回味起那双束手的温暖 大局安定之后 太医院的御医们曾经做过会诊 都惊叹说 这样的伤口 陛下竟能在路上颠簸十五日 还剑状如丝 实乃天倦 其实朱湛基心里明白 这哪里是什么天倦呢 若非苏惊熙的悉心照料 自己早死于剑上发作了 而这一位贤收忠良的女子 在抵达京城之后 身收内敛 毫无鞠躬 甚至一句不提 朱湛基曾答应他替他复仇 朱湛基知道 苏惊熙这是不愿耽搁了 自己的正事 不愿给皇上添麻烦 可是越这样 朱湛基越是愧疚 这点承诺都完不成 岂为人均呢 这件事情还得继续查 苏惊熙不说 皇上可不能装糊涂蒙混过去 朱湛基下定了决心 心情好转了些 恰好这时 汉林院又来请示年号 她翻开册子忽有所感 所以提起朱笔 在宣德二字上勾了一下 船玉行在礼部 就用这个年号 看着吉利 这时张太后走进殿来 满脸诧异 我刚才看见你姑姑哭着离开 你跟永平公主说什么了 她那儿子做下的好事 皇帝简单地讲了讲 傅阳侯府的爬回杀人之事 让张太后大吃一惊 感叹了几句门风不敬 张太后又说 若此时有霞 宫院有件事情 还需与陛下参详 朱湛基此时 哪有心情管这些 后宫的事情 母后您定夺就行了 不 这件事 非陛下你参与不可 张太后很坚决 朱湛基只得先把 苏京西的事放下 向母后询问 张太后一招手 身后几个宫女 捧来一摞锦边文书 放在了案头 朱湛基扫了一眼封面 原来是宫人侧击 张太后调整了一下呼吸 然后说 先皇崩世 后宫有贤妃追随左右 帮陛下安准他们 同陪玄宫 亦如生志 屋内温度 煞时冷冽下来 这是大明开国以来的传统 洪武帝驾崩之后 有三十八名嫔妃 以身殉葬 从入孝陵 永乐皇帝临终一诏 要求 葬礼亦如高皇帝一致 因此又有一十六名嫔妃 以及相当数量的宫女 殉葬与长陵 尤其是永乐皇帝一句 高皇帝一致 所以让殉葬之致 组成祖宗惩罚 到了洪西皇帝驾崩 这殉葬之致 自然也不能例外 朱瞻姬张了张嘴 却发现嗓子干涩的 发不出声来 这不是阵前杀敌 也不是诛杀奸宁 而是把一群 全无过错的嫔妃 送入墓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五月二十四日 先皇驾崩当夜 一共有贵妃郭氏 淑妃王氏 丽妃王氏 顺妃谭氏 和冲妃皇氏 五人尾身倒义 随龙御以上宾 一股阴寒之气 不可遏制地 从朱瞻姬内心涌现出来 这五妃 他都曾见过 或词汇 或精明 或怯懦 或刚强 每个人性格都不同 可是现在 他们居然都死了 从前他就知道 殉葬之力 并无直观感受 直到这些熟人 以身殉葬 让朱瞻姬才体会到 身肾骨髓的森森含义 所谓尾身倒义 只是个委婉的说法 他心里明白 谁会无缘无故 舍弃生命 甘心去到那个 阴森森的墓穴里呢 汉王那时逼得太紧 坚持说 先皇身边岂能无人 后宫当作表率 还搬出了祖宗惩罚 我知道他是借题发挥 可形势微弱雷乱 不能给汉王半边口实 我也只好必选出 五位妃嫔 当晚自愿训终 张太后说得冷肃 可朱瞻姬胃中 却一阵静乱 五条姓名 一夜之间香消玉允 只为了避免 给人制造借口 汉王固然可恨 张太后的手段 也真是霹雳雷霆 见皇帝似乎面露不忍 张太后说 汉王本义 是依太祖规制 要殉葬三十八位妃嫔 想把后宫屠戮一空 我与他争执半天 才把殉人降到五了 没法再少了 好在 那五位妃子迟早 都要随先皇而去 也不差这几日 所以母后您并不是 心疼那五位妃子殉死 只是觉得时辰不对 天子离世 秦妃殉葬 这本来就是咱们 大明的组制啊 大明以孝治天下 祖宗惩罚这四个字 如铜胶铁柱压下来 即便是皇帝都难以反驳 朱瞻基 指得痛苦地闭上眼睛 不敢去与母亲的 漠然的眼神对视 张太后以为皇帝在责怪她 眼全登时就红了 我那时候 一边看着先皇官国 一边护着你两个弟弟 还得时刻盯着葬礼夷成 提防汉王施展手段 我也实施心力交瘁 无暇顾及 朱瞻基赶紧抚着母亲的肩膀 宽慰道 这是汉王奸宁 却不是母后你的错 这笔账 咱们到乐安州去慢慢算 张太后擦了擦眼角 这才抬起头来 武飞的官国 至今仍停措于工墙之策 陛下若不在工人侧级上补上钩珠 他们是尽不得领寝的 按照规矩 训飞的人选 是由四皇帝来勾选的 但朱瞻基的情况比较特殊 现在得补勾一下 才算一成完满 朱瞻基伸手取来工人名籍 一页一页翻起来 这上面列出了 红夕后宫所有嫔妃的名字 籍贯 出身 八字 以及入宫与授风时间 列得相当详细 朱瞻基用心读着 看到有殉葬妃子的名字 便在上面用猪笔勾一下 每一次勾圈 就像在眼前 多了一条触目惊心的血痕 看罢了这一侧 朱瞻基觉得呼吸堵质不畅 把侧妻丢开 对张太后说 等到父皇领寝出城 这五位嫔妃 都要好好地予以厚葬 亲族该封赏的封赏 不过 就这五位了吧 不要再增加 张太后默然点头 朱瞻基侧眼看去 看到旁边还有几本工人侧击 应该是洪武永乐两朝的 他随手拿起翻看 每翻几页 就可以看到一个名字上 有玉笔朱圈 甚至有几页上的名字都涂满了 朱圈密密麻麻 如一支支 从墓穴里伸出的血手 太祖历史太久 姑且不论 太宗皇帝去年方才驾报 殉葬者中 其中或许也有未得抚恤之人 这一次 一并弥补了吧 朱瞻基翻动着侧击 一个个陌生或熟悉的名字闪过 突然之间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急忙往回翻了几页 他仔细看去 眼神像是被焊在了侧击上 久久挪不开 张太后发觉儿子神情有益 连换了数生都没有反应 以为他魔症了 吓得他赶紧去摇朱瞻基的身体 却见朱瞻基五官呆滞 如木宿一般 任由他摇动 只是定定的发呆 张太后敏锐的察觉到 儿子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 一点一点的开裂了 只是靠一口气维持着 才不止崩塌 这时候海兽来到了房门口 小声说有事通报 张太后带皇帝说了一声渴 海兽双手捧着一管鱼书小桶进来 说这是苏州发来的快汗 本是祭地给张侯的 但是张侯出发前 叮嘱说他若不在 敬送大内 朱瞻基听到苏州二字 眼神闪过了一道光芒 他伸出手来 从小桶里到处直卷 展开来读了几遍 又抬起头 扫了一眼踏边的几包药 他突然起身 朝南书房外急步走去 陛下你去哪里 天兽山 朱瞻基头也不回 脚下越走越快 去那里做什么 去问个明白 皇帝扔出了这么一句 没头没脑的话 身影已迈出大门 几乎把海兽撞了个跟头 就在朱瞻基离开南书房的同时 吴定元刚刚从子姑车上爬下来 木桶被洗惯得很干净 可毕竟曾经用过 那股淡淡的味道是笑不掉的 吴定元不知道皇帝是有意报复 还是左眼和办事不力 只得狼狈地用手在身上擦了又擦 一抬头 见到万松老人塔 微微矗立在前方 原来这辆子姑车停的地方 是砖塔胡同的阮安家门口 进德门来 阮安一如既往的淡漠一对 继续埋头研究 他那九门九闸的营建计划 左眼和吩咐周德文 把另外一个镜桶也打开 里面装着501两橙色十足的银帝 之间的空隙里还塞了不少珍珠 在这一堆银帝当中 还插着一把燕灵刀 吴定元能读出朱瞻基的意思 从此恩断义绝 两步相欠 左夜和站到身旁说道 是不是有点后悔了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 我是铁键之子 难道还能在朱家皇帝身边 厚着脸皮做官呢 砍了皇帝一刀 还能全身而退 大明朝也只有长教你能做到 别叫长教 吴定元皱了皱眉头 去看向左夜和 你们白脸教把堵住压在太子身上 结果被我这么一刀劈下去 非但未得封赏 反而连累着一并逃亡 真是亏大了 左夜和咯吱咯吱地嚼着枣子 长教你也说了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 我们这起字泥闹中的眼壶茶 年强得了庙堂承认 早晚也得出事 何必去讨没趣呢 那你们岂不是白忙一场 不白忙不白忙 长教你一直昏睡还不知道 如今被直立远近都传遍了 若有一条聂龙药水淹经城 佛母显盛运气无上法力 一夜之间搬来一道莲花堤坝 在狱街上生生挡住聂龙洪水 救下无数生灵 然后一夜之间又把堤坝搬走了 如今各地烧香劲坛的民众 那真是山姬海聚 无不称颂佛母 吴定元没想到 那晚上的民众自救 居然传成了这番模样 一时无语 昨夜和眯起眼睛 语气微微有了变化 其实汉王也罢 太子也罢 谁做皇帝对圣教来说都没区别 甚至两经之谋成败与否 也无关痛痒 圣教所图的不是朝廷名分 不是金银赏赐 要的只是一个制造故事的契机罢了 你想老百姓听不懂经文 也不爱听道理 就爱听佛母显圣 这样半真半假的传奇故事 如果太子在南京被炸死了 汉王登基 那民间会有另外一个故事出现 佛母精灵显圣 雷劈夺射太子的妖魔 效果是一样的 天下乱局 原来全是白莲教的故事素材 原来这才是佛母最核心的目的所在 吴定良回想起白衣安里那番对谈 不得不佩服那位老太太的眼里 无费银钱不动刀兵 白莲教的安身立命之本 就依托于这些故事 只要民间还在流传 我们圣教就永远不灭 你们推我做长教 也是看中了铁转之子这个故事 好祝你们招来信众吧 那您还来当这个长教吗 我若不当 你们怎么办 那也无所谓 把你护送回南京 我便回济南去 编个佛母升天的故事 接长教务 该干嘛还干嘛 吴定良一听 反倒微微有些惭愧了 左叶河满不在乎的扬了一下手 左叶河流露出的眼神 充满找到自己 真正方向的喜悦和坚定 吴定良暗暗感叹 那条简陋的堤坝 居然同时成就了一正一反 一朝一夜两个人 也真的算是佛母险胜了 对了 惊喜呢 吴定良环顾左右 他昏迷了好几天 一醒来就被于谦拽去紫禁城 然后直接下了诏狱 一直没有见到苏惊喜 事实上 自从两个人那一夜定情之后 他就再没有与苏惊喜近距离地接触过 如今心病继续 大事已成 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苏惊喜 好好地跟他说说话 其实苏姐姐在你入狱之后 就来找我了 他算得可准了 让我们少安勿躁 不过数日 一定会有人主动上门来解决 那他人呢 他在京城里尚有一件小事 办完再与我们会合 这是他的原话 是啊 怎么 吴定元像是一只敏锐的猎犬 在语气中秀出了一丝古怪 苏惊喜在京城的事情 无非是要替王锦虎报仇 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小事 他说得轻描淡写 似乎在故意遮掩着什么 难道说 是因为我吴定元自己吗 吴定元心头一跳 他与天子已然决裂 苏惊喜必然得不到朝廷助力 而王锦虎的夫家权势估计不小 以苏惊喜的性子 恐怕会去孤身复仇 他只是说了这句话就走了 吴定元瞪视着佐夜和 目光灼热而犀利 像是两根刚从火炉中抽出来的赤色通条 佐夜和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 可吴定元立刻捕捉到 他脸上的一丝不自然 他到底还说什么了 快告诉我 吴定元恶狠狠地抓住佐夜和的双臂 发现其中必有蹊跷 佐夜和没有料到自己随口一句话 居然被长轿逼迫得这么狼狈 他越是躲闪 吴定元越是疑心大气 有钱内情你不知道 惊喜这一次丹都留下来 只怕会有生死之用 佐夜和一听这句话 这才不太情愿地低声说道 他 他还留了一封信给您 让我过了黄河再交给您 信呢 佐夜和暗骂自己不谨慎 勉强从怀里取出了一封信 刚掏出一半 便被吴定元抢了过去 嘶啦一声就扯开了信口 从里面拿出几张桃红色的薛涛肩 肩上写了满满的迎头小凯 一看就知道是苏惊熙亲笔 而且考虑到吴定元的水平 里面用的全是浅白俗话 吴定元在院子里寻了个石宝小样坐定 他捏着信肩读了起来 这一读便是小半个时辰过去 吴定元生平还是第一次持续阅读这么久呢 所以何见他全神贯注的模样 本来还想调笑两句 可很快便发现不太对劲 吴定元的手腕在微微抖动着 下颌不时收紧肌肉 让凹陷的脸颊更加瘦血 一层细密的血丝 悄无声息地从眼眶里浮现 他一直在读着 读到几乎要和石宝融为一体 左夜盒不敢打扰的 只好耐心地在旁边等待着 吴定元扫完了最后一行 把信尖折叠好 揣入怀中 然后仰起了头 阮安 田手山长陵那边你熟吗 沉迷于做图的阮安头也不抬地说 嗯 长陵营剑 天子灵寝建成之后 模型和图纸都要销毁 吴定元走到他的跟前 一把推开画到一半的图纸 搁了张新的在他面前 我不要目的 只要灵寝附近的地形分布 你现在给我画一张剪图 要准确 要快 阮安不明白他要干什么 不过还是提起了探笔 很快就绘出了一张长陵剪图 吴定元揣起图纸 从镜桶里取出了几定银子 又拔出燕灵刀 朝门口走去 长相你去哪里 天手山 你去那做什么 徐皇哥明白 永乐五年 人孝徐皇后去世 朝中本来御北 在金陵的紫金山兴建地墓 但是一位叫做廖君清的术士 对永乐皇帝说 王弃北夷至燕 一在北平修建灵寝 一定百年之际 他亲赴燕帝 最终选中了一块叫做 黄土山的积壤 这座黄土山坐落于京城西北 乃是太行山之渔脉 燕帆之北平 其山势雄壮严 起伏连绵 有如千万天马 自九天奔腾而下 左右龙虎相护 前朝后靠俱全 又有玉带横流期间 是个上家的风水格局 用廖君清的话说 那就是四山巩位 绝法天然 夺天下之正气 为万世之宏迹 从永乐七年开始 长陵正式动工 至永乐十一年 方建成帝宫 永乐二十二年 天子宴家 正式入葬长陵 龙眠永安 黄土山 最改名为天寿山 成为大明治为尊贵的皇家种地 红西皇帝的御定灵寝 也在天寿山下 就在长陵西北 不过如今 尚只有几道化界的沟渠 此时已经有莫虚出 六月初八的白昼即将过去 夕阳如一位不甘离世的老者 用衰弱的余光缠住碗路 极力拖延着 将被地平线吞没的那一刻 垂虫残照 洒在天寿山上 硬的那三座笔架山峰 一面烟红弱血 一面却徘徊在明暗之间 为山势勾勒出了一圈 阴森的暮色 随着斜光徐徐退去 墨色的区域悄然扩张 无论是山间花木 还是陵前松柏 无论是黄泉寺的中古楼 还是长陵卫的铸屯营地 都失去了本来的颜色 被这片幽冥同化为一体 不过在残阳最后一抹光亮消失之后 反而能够看到一条火龙 在黑暗中飞速前行 自南向北 龙头直指长陵所在 这条火龙 其实是由无数火把构成的 一字长蛇的队伍里 几拨人 辐色装备各有不同 唯一的共同点是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茫然的神色 但谁都不敢有片刻的松懈 因为在龙头的位置 是当今的圣上 他骑着最为彪悍的辽东骏马 一刻不停地朝前方奔驰 没人知道他要到哪儿去 也没人知道是为什么 从朱瞻机冲出紫禁城开始 所经之处 朱步无不莫名惊诧 天子出行 怎么既无信牌提前通知 也无鲁步随行 就这么单起闯出来了 出于责任感 他们只得纷纷扬边跟上 就这么一位呼一位 一营摧一营 沿途不断有各处军兵加注 接近长陵之时 这支队伍已经滚雪球似的 变成了一支近千人的庞杂大军 从京城到天寿山这一路上 朱瞻机只换成了一次 饶是辽东神郡 也支撑不住这么疯狂的奔跑 快接近长陵入口的时候 朱瞻机的坐骑发出了一声悲鸣 旋即栽倒在地 竟然活活累死了 朱瞻机从地上一咕噜爬起来 都没顾上看他一眼 一提跑脚 跌跌撞撞冲向红劝门 后面的人陆续赶到 灵门前的月牌 纷纷拉住了缰绳 不敢向前 这可是永乐灵寝 无照擅闯者斩 何况他们身上还带着凶刃 更犯了忌讳 皇帝停住脚步 回头喊了一声 朱瞻哥赖 然后孤身一人穿过劝门 眼看便消失在了神道尽头 朱瞻机并不关心身后那些人的茫然 他只有一个目标 今晚夜色浓重 索性有一轮峨眉新月 独悬于半空 缥缈的月光洒下来 每一树都直照幽名 将整座灵寝 照上了一层银灰色的薄纱 无论是左右神庙 神库 碑亭 还是神道两侧的高大石雕 街头映出强烈的疏离感 仿佛在九泉浸泡太久 与人间存在无法逾越的隔阂 长途奔驰 让朱瞻机疲惫至极 却一点也没有削弱 他眼中的火焰 他沿着神道 登登登飞速奔行 头上的衣裳观歪到了一边 身上的斩催服凌乱不堪 嬉皮腰带散了 金丝缕掉了 却不肯一刻停息 空旷的长陵墓园中 回荡着天子急促的脚步声 朱瞻机从前陪着父皇 来致祭过数次 对灵寝结构了然于胸 他直入二进院子 绕过供奉神主牌位的祭奠 然后从一座灵星门牌楼下 穿了过去 眼前是一座巨大的石鸡岩 这是一方汉白玉制地的 长条共案 在案头正中 供奉三足鼎形石香炉一件 仰连半石竹台两具 与双耳石平两制 用作尊奉神主 不过眼前的石鸡岩上面 除了五件供契之外 居然插满了 素白色的二尺长蜡烛 数量约有三十根 烛火盈盈如鬼火团集 散发着清冷的幽香 每一根蜡烛下面 都压着一节白铃 稍有阴风吹过堂前 那一片片铃尾便飘动起来 似一根根惨白色的瘦弱手臂 在挣扎着 朱瞻基看到 在石鸡岩的正前方 染着两个人 不 准确地说是 一站一跪 第128集 再见惊息 张全身着灌肠穿的道士青袍 跪在石鸡岩前 头颅低锤 生死不知 而那个额庭宽阔 双眸寒星的长发女子 正站在她的旁边 她手拿着筑板 上头蒙着一层 写满朱字的青肩 朱瞻基想要大喝一声 可是声音到了唇边 却被一团郁节之气 给阻住了 苏惊熙缓缓转过头来 她的笑容依旧温婉 只是烛光摇曳之下 五官阴影忽长忽短 仿佛体内还隐藏着 另外一个她 而且快要隐藏不住了 陛下 你追到这里来的时间 比我想象的要早 朱瞻基把视线转向张全 喊了一声救救 可对方却没有回答 不知是被吓了蒙汗药 还是已然弃绝身亡 他气急败坏地 冲苏惊熙吼道 我叫她怎么了 陛下莫急 我只是用药把张红蒙住 记忆未成 她还不能死 苏惊熙一掐张全 勃梗后的风驰穴 后者无意识的 一仰头颅 喉咙里发出几声喃喃 朱瞻基简直不敢相信 眼前这恶毒的女子 竟和一路上悉心照料自己的是同一个人 她又是气愤 又是委屈 过了好半天 才从牙缝里艰难解除了四个字 你竟骗我 苏惊熙一撩额前的长发 她望向皇帝 月光下的她 脸色不见半点红润 眼神却格外犀利 如果朱瞻基还记得那一页神策扎钱的情景 就会发现此时的她与那时毫无二致 是的 苏惊熙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朱瞻基听到她亲口说出 身子就像被毒蛇摇了一下 怂然一震 一股锥心的疼痛从肩头弥漫出来 死死鲜血 竟然冲破了快要愈合的硬家 顺着膀子流了下来 不知是一路奔波造成了伤口崩裂 还是心情激荡 以致气血过亢 可是朱瞻基的心理比奸伤还要疼 她心想 吴定远也是 苏惊熙也是 自己赤诚相待 他们却全藏着鸡心 一个要杀她 一个要骗她 委屈和愤怒交替冲击着她的精神 令她几乎站立不住 陛下误怒 你见伤未愈 恐对龙体不利 不要你来假惺惺 朱瞻基怒吓一声 他按住肩头咬牙切齿 当初在南京城 你直接把阵毒杀不就得了 何必这时还来惺惺作态 陛下与我无冤无仇 我那是伤你做什么 苏惊熙抬起手来 一拍张拳头顶的方巾 我只要那些该死之人去死 他咬着最后一个字 眼角猛然收紧 宽阔的额头上浮起了几道青筋 朱瞻基自存他只有一个人 上前预先把舅舅救出来再说 可是他向前一迈步 却忽然觉得浑身酥软 心中一惊 中毒了 接着 他咕咚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头脑还算是清晰 但是四肢却酸软无力 那三十多根蜡烛 散发出来的忧香 大概被掺了什么奇怪的药物 朱瞻基暗暗后悔 苏惊熙何等心思 怎么会不提前准备呢 陛下你是何时发现不对的呢 我已问过傅阳豪 王锦虎不是苏州人 而是宣服相关 他也根本不认识你 你跟他的那一套故事 根本就是杜撰的 那是个苦命的姑娘 但我们确实素媚平生 这一件事不成立 你的其他说辞 自然也不攻自破 郭纯之与张全确实有书信来往 张全也确实给了傅阳豪 四逆回羊汤的方子 傅阳豪也确实因为爬灰 害死了自己的儿媳 可那三件事之间 根本没有一家的关系 就连那四女和羊汤 跟汉王所限的续命其方 都全然不同 根本就是你拼凑到一块的 无耻谎言 这故事可不完全是我编的 朱瞻基正了正 这才意识到 苏京西是什么意思 他确实没有说过 只是偷偷地把张全 写给阮安的那封书信 加了一个诗稿信皮 然后在送来的药包外面 同样包了一张 仅此而已 苏大夫 你真是好手段 不着一词 不留一计 让朕自以为亏见密心 其实全是你在幕后暗中操弄 现在回过头来想 这一路上 苏京西看似寡言少 与安分收集 可是每次交谈 他要么隐晦提醒 要么巧妙地暗示 不动声色地引导着其他几个人 朱瞻基之所以会相信 这个漏洞百出的故事 乃是因为苏京西 从一开始 便在潜移默化地误导的 一股寒气 从朱瞻基的胸中生气 苏京西对人心里的把握 真是太精妙了 如羚羊挂脚 了无痕迹 除了吴定元烧起过疑心外 其他两个人 竟完全没有察觉 苏京西就好像是一只蜘蛛 极有耐心地编织着网线 慢慢将人引入陷阱 我从去年 便一直盯着张全在京城的举动 当我得知他送了个药方 给富阳侯之后 略作挖掘 便挖出了富阳侯府这段丑闻 本来我也没想好该怎么用 没想到 陛下你给了我一个机会 我便设法让他与汉王的 续命齐方挂上了钩 那汉王的续命齐方 到底从哪来的 民女不知 总之两个方子之间 根本毫无关联对吧 当一个人心中先存定见 他往往只会相信 与定见相符之事 我只消在陛下心中 先直下定见 在几个关键之处略作扭转 陛下自然会将 剩下的故事自行补败 这件事并不是很难 朱瞻基有些恼羞成怒 可又不得不承认 苏京西说的半点不错 其实从一开始 这故事就是有漏洞的 可偏偏太子 是在从南京逃亡 至京城的路上 自顾不暇 黄论验证了 这点因素 显然也被苏京西算到了 不对 你嫁给郭纯之的儿子 郭芝敏 是这故事的关键一环 可在南京出事之前 我根本不认识你 更不会把你牵扯进来 朱瞻基忽然意识到 另外一种可能 难道 你早知道要出事 你也参与了两京之谋 我若参与了那个阴谋 又怎么会辅佐陛下你回京 当然 若说我一无所知 也不进人 我一直在搜集京城的 各种消息 隐约觉察到 有这么一个大阴谋 我接近郭知敏 是想要一探究竟 可惜动作太缓 才摸到一个边 阴谋便已发动 我不计退走 反被吴定元捉去 朱瞻基微微松了口气 可是他一听到这个名字 傅又沉声说道 那吴定元呢 他也是你手里的一枚棋子 他的语气颇为怪异 一方面是愤慨 另一方面 却隐隐混有莫名的嫉妒 苏惊熙听到这个名字 不由得冷冷说道 陛下你还好意思问 若不是我提示定元 去拿洪武永乐的神主牌位 他早被张权坑死了 不要转一话题 你与他私定终身 是不是有什么用意 苏惊熙端详着朱瞻基的面孔 忽然笑了 陛下你果然和别的皇帝 不太一样 都什么时候了 你居然还在关心 一个无关之人的情爱之事 什么无关之人 你可是真让给 对 你说的对 那是个无关之人 与我们都不关 朱瞻基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重新组织起语言来 你如此煞费苦心地陷害我舅舅 到底是为什么 自然是为了报仇 苏惊熙说到这儿 双眸一闪 陛下落叶至此 难道不是因为 已经柴之原因了吗 朱瞻基一瞬间 显露出的表情 不是愤懑 而是恍然躲闪 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他张了张嘴 却发现根本发不出声音 我是不是不必回答了 时机眼前 一片死寂 这时一个沙哑的声音 从如墨的黑暗中传出来 说出来吧 我也想听听 朱瞻基和苏惊熙 据事一惊 同时转头看去 却见一个瘦高汉子 从一棵大柏树后转了出来 表情无怒无喜 他的右臂软软垂下 一身尘土 一看就是长途奔波未停 两人一见是他 同时流露出极其复杂的眼神 有意外 有欣喜 有担忧 也有愤怒 你不是离开警察了吗 吴定元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不知道是自嘲 还是嘲笑他们 老天爷若真有心思 半个月前 就该让我在上古台转身走掉 并不会牵扯到今天了 天下虽大 偏偏只有你们两个 让我无法振身事外 吴定元缓缓走到了十几眼前 先是矮下身子 伸出左手 从蜡烛下 拖起了一条白铃 上头用捐绣的墨字 写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另外一条白铃上 则是另外一个名字 他看了一阵 忽然有所触动 仰起头想斜上方望去 摇曳的烛光 映出十几眼后 一片穷炉样的巨大阴影 几乎与天寿主风融为一体 这是一座圆形风土小山 外树成蝶内置与墙 为之宝城 永乐皇帝与徐皇后安眠的玄宫 挤在风土山下 宝城的正面 拔地而起一栋 方形歇山顶的明楼 重沿斗拱 四面劝门 楼顶铺满了黄筒长板 一条华带木榜额 写着两个斗大金字 长陵 通往永乐坟种的入口 急在此处 火光环似之下 吴定元仿佛又回到了 那间逼策的教坊寺牢房 铁家真正的仇人 近在咫尺 他今生最大的噩梦 就埋葬在眼前 可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内心居然无比平静 定元 你本与这件事无关 早早返回南京才是正理 来这里做什么 吴定元用手指戳了戳太阳穴 因为惊喜你希望我来啊 胡说 我何曾想 苏惊喜说到一半 却见吴定元亮出了那几页 削涛奸来 一瞬间竟有些失态 若你不想我来 又何必在心里坦白了所有事情 你我此生不会再次相见 我只想着最后给你个交代罢了 你该渡过黄河后才拆开看呢 你惊心你的眼力 又怎么会料不到我会提前拆看呢 吴定元顿了顿 把目光投向另外一边 不过我确实没想到 还能见到另外一个人 你可知道 他从头到尾 把咱们都玩弄于鼓掌之间 吴定元看看那张脸 他的脑袋猛然又是一阵疼痛 先皱了皱眉 方才开口说话 第129集 复仇真相 我知道 他向我们隐瞒了很多事情 可我不怪他 我知道这种感受 何况 我不也向陛下隐瞒了自己的出身吗 我们都是护恶不 吴定元看向苏清熙 苏清熙低声提醒他 圈 对 我们都是护恶不圈之徒 心里都有股化不开的气 朱瞻基气得手腕直哆嗦 骂道 灭膏子 这明明已把你放走 你这次去而复返 到底是帮他报仇 还是来救我 吴定元手握燕灵刀 吐出一口气来 我只希望能把事情弄清楚 陛下你不妨继续说吧 继续说什么 当然是你所查明的 关于京熙的真相 我也想听听 吴定元的意外闯入 让朱瞻基和苏清熙 谁也没法按照原计划行事 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对峙关系 而吴定元在无形中 变成了左右整个局势的人 苏清熙沉思片刻 抬手一指 既然定元愿听 我们不妨换个地方说话 好让此间主人 也听得真切 朱瞻基当时脸色煞白 苏清熙手指的方向 正是粉肿前那座高大的明楼 那里可以说是皇陵的核心所在 若无赤书 连护陵未奸都不得接近 如今这女人胆大妄为 竟然想要爬上明楼 这简直无异于 踩在永乐皇帝的脸上 而那个可恨的吴定元 非但不阻拦 还做了个一起走的手势 朱瞻基有心不去 却实在是没什么力气反抗了 很快被吴定元搀扶起来 亮亮呛呛地朝前走 苏清熙提起一个素白灯楼 沿着灯道缓缓走上明楼 朱瞻基和吴定元并肩走在后头 在过去的十多天里 他们无数次彼此扶持着 攀上城墙 堤坝 槽闸 楼宇和大船 每个人都意识到 这将是三人最后一次同行 没有人再发出声音 大家很有默契地朝楼上走去 长陵的明楼高约六丈 周哥十丈 下砖上墓 几乎与风土圆山平齐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们一踏上明楼 便感觉有丝丝阴冷 如牛毛细针透体而入 比在石积岩那里更甚 毕竟这里是活人 所能够接近墓穴的极限 距离幽明世界 只有一层之隔 他们走到明楼的顶端 周围有一圈小小的悬廊 四角各有一盏长鸣油灯 外面是涂彩栏杆 站在这里远眺 可以俯瞰整座坟种 但见风山上栽变了松柏 隐隐绰绰 透着一股墓林特有的森染 那种沉郁的威压感 让天顶的月光都暗淡了几分 吴定元把朱瞻基放在悬廊旁边 又下去把张权背上来 这一对救生背靠背坐在明楼内眼 恰好能看到永乐坟种 就在这里吧 我想他们听得见了 不知为何 无论是朱瞻基还是吴定元 听到这句话都是一阵发冷 这跟胆量无关 单纯是感受到了苏惊熙语气里的 森森寒意 你说吧 朱瞻基深吐一口气 朕今日翻阅工人侧击 发现为永乐帝殉葬的 一共有十六位嫔妃 其中有一位王姓明焕景妹 相关乃是苏州长州 永乐二十年入宫 封选氏 永乐二十二年 从葬于长陵 恃好端飞 吴定元感觉到身旁的苏惊熙 动了一下 我就在之前便对苏惊熙的身份 有所疑惑 特意派人去苏州府调查 结果发现一件事 王景卫从葬之后 他的家族被朝廷封为朝天女后 家中长子徐峰为千户 带风世袭 可王家并没有机会享受这一切 在当年大年三十 一族人突然死得干干净净 事后武座报告 年夜饭里有一道带骨暴罗 容寒勾吻剧毒 吴定元知道 这是苏州的一道甜品 在苏皮里灌入奶蜜蜜蜂等物 味道齐甜 因为样子很像鲍鱼 故而得名 这东西老少嫌疑 席间从来都是一扫而空 少有剩下 据武座说 这下毒之人手法极妙 府仪入口并无异状 因此没人发觉不对 一直到宴席江中 才纷纷发作 须遇之间 此事极易 只想把勾吻叶家猪皮熬成膏子 外国一层填奶皮子便好 他们吞下带骨暴罗时 有奶皮包裹 毒药不会立刻发作 但奶皮在胃中融开之后 里面的致命之物 才会渗入体内 苏京西的回答 无异于已经承认了 这是震惊整个苏州府的大案 可惜查来查去 并无半点线索 至今卷宗还放在 刑房阁架上当作悬案 不过对我来说 已经足够了 所以呢 王警妹的籍贯 年龄 入宫时间 甚至他在出嫁之前 学医的经历 和你讲的王警胡的故事 出了名字完全对得上 而下读的手法 除了你 还有谁会如此精湛 我记得你说过 这次上京 是要向王警胡的夫家报仇 我当时真没想到 他的夫家就是皇室 你那一番话 根本就是冲着我们朱家来的 苏京西突然发出一阵 尖力高亢的大笑 笑声划破长夜 惊起了一群夜宿风铃的乌鸦 陛下你猜得不错 其实你们朱家 所有与姐妹之死 有牵连的人 都要给他陪葬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苏京西脸著笑容 面上的神情完全变了 变成了猙獰 怨毒 以及赤红 双眸中 含有深不见底的悲哀 他的声音回荡在风土山顶 仿佛不是在说给朱瞻基听的 朱瞻基还要开口 苏京西却抬起手掌 冷冷说道 接下来 还是让我亲自讲吧 他身上冒出森森恨意 逼得天子乖乖闭上了嘴巴 锦妹进宫的时候才十九岁 十九岁 正是一个女子最美好的年华 却因她家里人贪图富贵 被锁入深宫 她在宫中一点也不开心 每日如生活在囚笼里一般 只靠着我与她偶尔的红颜传书 才能稍作缓解 我跟她通信中断之后 去找王家人打听 才知道她居然被送去 给皇帝殉葬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 几乎要疯掉了 你们凭什么 凭什么把一条无辜的心理 送入死囚 凭什么一个礼仪之帮的君主 却要用如此野蛮的方式来入葬 神明在你们眼里算什么 她还有那么多想做的事 你们凭什么夺取锦妹的一切 苏惊熙喃喃地自顾自讲着 时而平静 时而疯狂 没有人敢打断了 我接到消息的当夜 十个指甲在墙上抠出道道血印 但这样的痛苦 根本无法和她相比 我认死夜想 几乎哭坏了眼睛 生了一场大病 我在床榻上迷迷糊糊地想 也许 我该寻个尼姑安出家 一世清休 为她祈求名府 等我变好了之后 便去了宁波东陵安探访 可没想到的是 在宁波港里 让我见到了一个人 这人是个朝鲜使者 恰好从京城来 正准备从宁波做传归国 她神色郁郁 乃至生了心病 我替她诊治时 却发现她的心病 竟然也是来自那场殉葬 朱棣那一次 一共勾了十六名嫔妃 以及十六名宫女 其中有一个姓韩的宫女 是从朝鲜进贡来的 也在陪葬之列 你们知道吗 那是怎样一番情景 三十多名嫔妃宫女 先在陈恩殿外用餐 然后被带到殿内 殿中早早摆好了 三十多张小木床 三十多条白铃 从房梁上高高垂下 所有的人都放声大哭 可那些宦官 没一个手软的 一个个应付着他们上去 这个时候 陛下你那仁德的爹来了 来跟这些女子辞卷 那位韩宫女突然上前跪道 希望得到赦免 归国赡养母亲 可你爹却不为所动 说了一通冠冕堂皇的屁话 就离开了 韩宫女被拆上木床 头悬白铃 转头对身后的如母 喊了一声 屈娘我走了 然后木床被猛然抽开 一刻之内 承恩殿内三十多条人命没了 苏精熙讲到这里 眼睛一直盯着朱瞻基 朱瞻基面色惨白 不敢与之视线相处 此时的天子 宁可面对汉王的威胁 也不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可是苏精熙的控诉 还在继续 韩宫女训死的情形 从如母那里传到使者耳中 但她不敢在大明声掌 只好强行闷在心里 以致郁结成病 我稍作引导 她便全说了出来 我问她 那天同定而死的 有个姓王的年轻姑娘 可曾留下支言片语 使者摇头 只说那三十多人 没有不哭的 那一天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客栈 怎么回的苏州 整个人神情恍惚 我返回苏州之后 不知不觉又走到了警卫家门口 却见府前张灯结彩 原来是王家得风朝天女户 要把牌匾高高挂起来 院里还要竖起一座贤飞杯 烟炮齐名唢呐声扬 兵客络绎不绝前来道喜 这难道是女儿惨死 该有的表现吗 这种用女儿性命换来的称号 难道值得大死宣扬吗 一边是鲜花灼井的热闹 一边是幽雾凄冷的尸海 从那一刻起 我便意识到修习佛法救不了她 也救不了我 这些啃噬警卫尸体的柴狗 必须用死亡才能洗刷他们的罪念 哪怕身躲久忧 我也要为警卫报这个仇 在这个世上 她唯一能指望的 就只有我一个而已 从那一天开始 我开始拼命搜集 关于警卫在宫中的一切消息 事无巨细全数都要 我要知道每一个参与她殉葬的人 我要他们都付出代价 毒杀王家只是第一步 那个逼迫警卫上墓床的小宦官 那个为殉葬嫔妃你嗜好的汉林学士 还有为殉葬你一定遗住的礼部官员 他们不是被我毒杀 就是被坑陷 可是 还有最重要的几个罪魁 我留到了最后 苏精熙说到这儿 冷冷地扫尸了朱瞻基一下 朱瞻基从来没有被她这么注视过 不由得心中一脸 苏精熙竖起了一根指头 第一个 是朱补光 当日绞杀那三十余位嫔妃宫女的 是这位御马兼提督太监的部下 他本人守在陈恩殿外 亲自监督执行 第二根指头竖了起来 第二个 就是张权 当初王家之所以能把女儿送进宫 正是因为锦妹的父亲与张权是好友 由张权向张太子妃全力举荐 才得以将锦妹送入大内 要说祸根 张权 是害死锦妹最直接的凶手 朱瞻基正要开口 苏精熙已经竖起了第三根指头 你母亲张皇后 一时罪魁之意 若不是他 锦妹怎会被迈入宫中 他身为后宫之主 若有心阻挠 锦妹怎会被活活一杀殉葬 第四根指头 玄疾伸直 第一百三十集 不可调和之痛 你爹也一样 朝野都说他身性仁德 都夸赞他是个好皇帝 可他在陈恩殿前 本一句便能赦免那些孤弱女子 结果却坐视嫔妃惨死 只为了成全他的孝顺名声 最后一根素白长纸高高竖起 宛若一根明经 汉王一罪无可赦 当日筹备涌了皇帝葬礼之事 嫔妃殉葬这件事在朝中是有争议的 偏偏朱高绪跳出来大吵大嚷 以礼法为由进行逼宫 说不遵行先皇遗证就是不孝 结果从天子到群城 无人敢反驳 只得遵从 所以我一路护送陛下你归京 也是为了报仇 苏靖熙隶数完这一堆罪人之后 把五根指头并拢成全 要门又高了数度 还有此间的主人 永乐皇帝 你临终一命要求一切一组织 什么是组织 当然就是嫔妃殉葬 一切起源皆始于你 你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我不管你有什么丰功诡计 也不管你是多么英明神武 我只知道你夺走了锦妹的性命 夺走了我的整个世界 而你 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高握拳头的苏靖熙 朝着宝城大喊起来 希望这声音能够穿透风土 传入地宫 朱瞻姬缩了缩脖子 仿佛怕被这熊熊燃烧的火焰给灼伤 这六个罪魁之中 永乐 红熙和朱捕花已死 张权被抓来明楼之上 汉王逃回了乐安州 只有张太后安然无恙 难道说苏靖熙对她也下手了 我母后她并无恶意 只是尽了本分而已 这是祖宗惩罚 谁也改不了啊 祖宗惩罚 前朝何曾有训妃之志 明明从洪武皇帝才开始 算哪门子祖宗惩罚 再者说 就算真是祖宗惩罚 你皇爷爷尊重了吗 他的皇位是怎么来的 怎么到了殉葬这里 却又欣欣作态 说祖宗惩罚不可改呢 朱瞻姬被搏得哑口无言 陛下你不必辩驳 在你们心里 人命是有贵贱的 姐妹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弱女子 搁在城上轻飘飘的一头 岂能为了她就诛杀 这么多重臣良将皇亲国戚 不值 你和你母后是不是这样想的 你 你把我娘怎么样了 你放心好了 她一直安居深宫 我一个民间女子 能有什么办法 朱瞻姬稍稍放了一下心 不了苏惊熙又说 但对一个母亲来说 还有什么 比失去自己孩子 更痛苦的事呢 一股极为冰冷的寒意 刷得就缠住了朱瞻姬 使她全身僵直麻痹 动弹不得 苏惊熙此时注视她的目光 向极了蛇在注视老鼠 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 朕还纳闷 以你的手段去陷害张权 为何流出那么多破绽 等着来识破 原来是为了把我诱骗到长陵来 朱瞻姬心中一阵后悔 她出发时还想着 也许能靠九五之尊的身份 化解仇怨 所以就没有让跟随她的人马 进入长陵 以示诚意 没想到 这全在苏惊熙的计算之内 苏惊熙早看出了她的心思 常常叹息一声 陛下 我给过你机会了 少来 一路满得我好苦 何曾给过机会 六月初六 我送了药包进去 让陛下你发现张侯 参与了迫害王景胡之事 然后你做了什么 你明明答应过我 回京城后 要严厉惩承治 迫害王景胡的人 可当你发现是自家救救时 却立刻把她遣走 躲到天树山来避风口 我 我只是想先调查清楚傅杨侯 把事情弄清楚 那一天 我一直在紫禁城前看着 若你直接抓了张权 说明你还是看中对我的承诺 我也许就此把手离开 可你没有 我看到张权向北方持续之后 便一切都明白了 我从未说过不为你伸张正义 那好啊 那么请你现在下一道诏书 隶属那六人之罪 痛成红雾恶力 毁去长林 砸烂神牌 你能做到吗 朱瞻基哑然 好 换一个 你敢现在宣布 祖宗惩罚是错的 就此废去殉葬之治吗 苏星熙咄咄逼人 旋即又朝吴定元撇去一眼 别说废去殉葬了 你敢给铁炫宫证明吗 看着面色战红的朱瞻基 苏星熙摇摇头说 陛下你不必再辩驳了 一个逃亡的太子 也许可以坦诚相交 可一个皇帝 却只会顾全大决 我是个好人 也会是个好皇帝 可惜我想要的东西 你只要戴着那顶面冠 就注定给不了 朕很想帮你们 可是 不要跟我说 你去跟埋在这里的 那些枯骨解释吧 苏星熙话音刚落 一阵强烈的山风 从天寿山顶吹袭而下 他穿过灵墙 吹过神道 从寄宫两侧盘旋而至 石击炎上的烛火 勉强抵抗了树溪 尽数被吹灭了 蜡烛下压着的几十条白铃 呼啦一下子 飞得漫天皆有 从明楼方向看去 这些白铃 有如几十条孤苦的鬼魂 在长陵之中来回飘荡着 似在寻找着他们的骸骨 哭诉着他们的不甘 看到这番景象 苏星熙痴痴地走到栏杆边缘 努力把身体伸出去 姐妹 姐妹 是你们姐妹 可是那些白铃飞得太快 太乱了 令人眼花缭乱 苏星熙开始还试图寻找 可是很快 她的双眸透出了一丝明雾的光芒 王姐妹 韩玉儿 李婉 崔书贤 苏星熙大声念起所有 训与长陵的女子名字 也许是错觉 她每念出一个名字 就有一条白铃在天空一顿 仿佛在回应她 这里的每一条白铃 都代表了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女子 世间也许很快就忘了她们的名字 史书上也不会留下她们的名字 但我都记得 在她们短暂而悲惨的生命里 曾呼喊过 曾抗争过 这些声音 朱迪你听到了吗 朱高痴你听到了吗 朱湛基你听到了吗 苏星熙先把一块 写满了青词的筑板 奋力丢下城楼 然后伸展双手 向两侧刀举起来 恍若乌注吟唱 凛冽的长风吹起她的衣妹 那瘦弱哀伤的身影 正孤独地祭奠着 眼前那几乎被人遗忘的灵魂们 随着这一声声叫魂 朱瞻基的剑伤不断伸出起来 这是因为过度紧张 而导致肌肉竟软造成的 她终于明白 苏星熙早在毒杀王景妹 全家之使就已经彻底疯了 冷静 理性 温婉 贤淑 这些全都是表象 全都是为了遮掩一个 疯到极致的大计划 她为了一个最卑微的女子 要向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们 复仇 疯子 疯子 朱瞻基颤抖着嘴唇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苏星熙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眼神里居然流露出了些许怜悯 陛下 你不懂 你永远不会懂 你说的这些可笑的东西 能用来评价我与姐妹吗 情义深浅 不是光阴所能横比的 人心所向 又岂是世间常理所能揣测 朱瞻基不甘心地看向吴定远 后者摇摇头 表示她也不渗透 朱瞻基无奈地闭上了嘴 她知道 苏星熙不可能被劝服了 无论什么 都不可能动摇她的执念 苏星熙就是一匹 奔向悬崖的精马 从启动的那一刻 便已经注定了结局 一直到这个时候 朱瞻基才发觉 梁星府根本不算是最疯狂的那一刻 其实这时候 朱瞻基身上的麻痹 已经消除了不少 如果奋力冲上去 也许能够直接把苏星熙推下栏杆 可她发觉自己动不了 不是因为中了什么毒 而是她无法反驳对方的 任何一句话 理直气壮这四个字 当真描摹精准 朱瞻基喘着粗气 去看吴定远 这些事 她在心里都跟你说了 吴定远嘴唇边 露出了一丝苦笑 是的 我读完那封信 才知道她一直背负这么多痛苦 朕实在没想到 竟是被一群 不肯原谅朕的仇人 护送到京城的 她比我要难 要苦 如地与我铁家的恩怨 我已经记不得了 只剩下头疼而已 而她 时时刻刻都清醒了气的 时时刻刻都在煎熬 我无法想象 她是怎么度过每一天的 朱瞻基沉默了 她知道浸泡在仇恨里 是多么的痛苦 苏星熙一泡就这么久 让毒素渗透到了骨髓中 魂魄里 还要维持外表的淡定 与仇人虚语为仪 只有一个彻底封掉的人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吴定元感慨万千 这也许是我欺慕她的缘故 她从一开始就清楚 自己要做什么 并且从未动摇 蠢才 你们这些蠢才 朕明明抛心一对 把你们当朋友 为什么你们个个 都要跟朕作对 听到这话 吴定元不由地长叹一声 他虽然与朱家的心结未解 但那次离开紫禁城 算是和皇帝有了一个了断 没想到造化弄人 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回了矛盾之中 苏精熙要杀朱瞻鸡 朱瞻鸡要阻止苏精熙 这是没法调和的矛盾 吴定元的意外加入 虽然增添了一些变数 但却无法化解这最根本的矛盾 反而把自己也推到了一处两难境地 要么帮着苏精熙杀朱瞻鸡 要么就帮着朱瞻鸡 阻止苏精熙 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按说 吴定元的大仇人也是朱棣 于情于理都该帮着苏精熙 可是他一看到朱瞻鸡那一副 被疲惫与震惊折磨的面孔 心中便浮起一个铜颅的身影 这三个人的纠葛实在是太深了 这团乱麻比汉王之乱还要复杂 他连一刀劈断的勇气都没有 在金陵粘在一块的三根丝线 在贯穿整条大运河之后 都注定将在这天兽山下脱散 此时叫魂已进入尾声 白灵纷纷飘落在封山林间 挂在各处树叉上 封山好似换了一身笑装 苏精熙缓缓收回手臂 满脸泪痕 望着那个孤零零的身影 吴定元深吸了一口山中的寒气 心中一阵动鸣 他抖了抖废掉的右手 缓缓走到两人中间 他仰起头来 夜幕上 无数星宿庄严升起 耀眼璀璨 和月亮交相辉映 第131集 明楼火起 静熙 你还记得咱们离开瓜州那一夜吗 也是这么一个夜空 那晚咱俩在水边的对话 我至今都还记得 你第一次坦白 说是要为了某个人报仇 当时我真的没想到 会是这么大的事 你那时也说过 要一直盯着我 我听父子苗前的酸命先生说过 这些星宿 都是玉皇大帝照着一本天书 往天上定的 那天书上写着每个人的命 星宿定我了位置 人间的命数也就定了 那晚如果我看仔细点 说不就能看到今晚的景象 便能早些知道你的心意 苏清夕后退一步 显得有些心烦意乱 你还不明白吗 我心中满满都是为警卫复仇 再也容不下别的东西 我只是在利用你 帮我毁掉朱棣的神主牌位而已 你快走 快走 吴定人举起那封信件 那你说说看 我在信件墨角 发现有树体水痕 到底是什么 苏清夕一呆 下意识地别过脸去 你帮我定上了 这一辈子的命数 签订了这一生的缘分 甩不脱了 我父亲捡到我以后 把我的名字从铁服员 改叫吴定人 你瞧 冥冥之中 竟然应在了此处 吴定人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朱棣基的面前 双手把他搀扶起来 朱棣基冷哼一声 说道 所以你是决定帮他吗 好 好 我就当没从宝船上下来 陛下 你一开始真是个大麻烦 暴躁 年轻 盛起灵人 什么都不懂 还是个不听人群的大萝卜 可你 总算有一个优点 吴定人拍了拍 他的后背尘土 你一点也不像个皇帝 曹河这一路跑下来 你越发不像个皇帝了 倒像是 一个朋友 他说出朋友这两个字时 嘴角露出了笑意 其他两个人都糊涂了 吴定人这到底想干什么呀 曹河上的十五日 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你们也好 那条曹河也好 让我真正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人 也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事 这一次到京城来之前 我就下定了决心 不能再逃回去喝闷酒了 要把这一切 做一个了结 这时 从黑暗中传了一阵喧哗声 有无数火把 急急拥过祭奠 朝着明楼开来 一个大嗓门响彻夜空 隔着很远就能够听得清楚 天子应该就在明楼 快去护驾 看来于谦爷已经赶到这里了 他自作主张 带着这一群人闯入灵园 小仙人的嗓门 还是那么大 吴定连无奈地感慨了一句 他从苏惊熙手里接过灯笼 转过身来 悠悠烛光 照得那张面孔晦暗不明 我是不懂惊熙说的那些事 也不懂大罗伯你们皇家的勾当 如果有可能 我只希望你们两个都好 可是陛下 你是天下最大的官 麾下雄兵百万 而惊熙他只有一个人 他只有我 瓜州那一夜 他说我们其实是同路之人 走的都是一条无可和解 与妥协的绝路 所以 我得陪他走完这最后一场 苏惊熙文言 肩膀不由自主地颤动起来 双眸中的疯狂 却淡去了几分 皇帝点了点头 说来也怪 他居然一点也不觉得懊恼 像是等待这个答案 等了很久了 他挪动身躯 背靠栏杆 让四肢放松下来 与其前所未有的平静 苏大夫 作为皇帝 你要的东西朕没法给你 但是作为朋友 我现在向你 带所有的人 为所有的事 郑重道歉 苏惊熙咬了咬嘴唇 摇头说道 我不接受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两公婆 都是一样的脾气 因为我是皇帝 所以你们总有 不谅解的自由 对吧 朱瞻基大笑起来 表情露出了一丝轻松 本来我想说 就当你们没帮过我 就当我死在秦怀河底 后来想想 不对 就算我现在死了 但好歹阻住了汉王 没让龙椅旁落 你们没白帮这一场 吴定元 你动手吧 吴定元看到 于谦带着无数军兵 已经冲到了十几眼前 小杏仁的眼睛最尖了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明楼顶端的火光 然后就对着一群将官 激动的嚷着什么 他又看了看苏惊熙 把残废的右手伸了过去 两个人四目相对 一煞时心意相通 苏惊熙轻叹一声 先是迟疑但终究还是轻轻握了一下他的右手 旋即松开 大萝卜 你也不必难过 咱们这次 可是要一起下去的 吴定元右腿猛然抬起 奋力一踢 光当一声弄翻了旁边一盏长明油灯 这油灯是一个高约一丈的囚龙形铜柱 柱中被灌满了香油 柱顶长明灯能烧上三天三夜 被吴定元这么一踹 油灯倒在地上 大量香油鼓鼓地躺了出来 很快便流满了整个地板 与此同时 吴定元左手松开 一盏灯笼跌破在油中 呼拉一下 青色的火苗沿着油面迅速蔓延开来 很快就形成了一片火木 这栋明楼下方是青砖启成的 上面的栋梁斗拱 盐架拦柱 都是用上等木料建成 这些木料根本就扛不住高温的灼热 几个呼吸之间便开始冒出红光来 苏精熙不安武功 他所平视的 就是明楼四角灌满了香油的长明灯 吴定元一登楼便察觉到了他的布置 知道他存了同归于尽的决绝 他也明白 苏精熙迟迟没有发动 正是因为顾及自己在这 一旦火起 明楼上的人绝无幸存可能 于是吴定元索性越祖带袍 直接代替他点燃了 吴定元早就想这么做了 还有什么 比焚毁永乐皇帝长眠之所 更快意的复仇呢 滚滚浓烟从每一个空隙里冒出来 很快在明楼上遮起了 无数条后世的帷幕 可就在视线被遮蔽之前 突然一个身影笨拙的越过火势 朝这边扑了过来 张权 吴定元立刻分辨出对方的身份 本来苏精熙用药制住他是打算 在明楼前血迹 可是吴定元一搅局 却让张权的麻药劲过去了 在最最不合适的时候 苏醒了过来 烟雾缭绕中 张权不负之前的呆滞 双手猙獰的朝苏精熙抓来 吴定元刷的一下就拔出了燕灵刀 挡在了苏精熙的面前 做事刺向张权 这时原本束手待毙的朱瞻基 突然大吼一声 谁要找我救救 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迎着吴定元的刀锋冲了过去 吴定元全神贯注的盯着张权 没料到朱瞻基突然闯入视野 两个人在极近的距离四目相对 吴定元从来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 注视过他的脸 一根锐利的长矛刺破脑海 瞬间就掀起了颇天巨痛 与此同时 又有一根长明灯柱倒了下去 让明楼玄狼附近的火汗 一下子跃起两人多高 火光跃动 虚影散乱 烟气缭绕 在这似曾相识的场景中 吴定元的记忆被骤然唤醒 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夜的教坊寺监牢 同样的烈火熊熊 同样弥漫着烟气 还有同样的一张面孔正注视着自己 那既是朱瞻基的 也是朱地的 这面孔时而亲切 时而猙獰 他们在疼痛中合二为一 向侧刀切过腰间 似乎要炸出吴定元最后一滴恐惧 只是短短一瞬间 吴定元的精神便濒临崩溃 感觉无数把尖刀将大脑凌迟的支离破碎 在极度混乱中 他丧失了思考与判断 下意识地将手中的长刀猛然刺出 刀剑先是冲破朱瞻基的精致龙袍 然后是入翼 朝着心脏的位置 义无反顾地扎进去 张得一声脆响 如中四庆 这声音往他疯狂的意识中注入了一缕清明 吴定元睁大了眼睛 看到刀尖刺入的位置 多了一块金属残片 这残片色泽暗雅 纹路清晰 上头还有一抹血手印的形状 原来朱瞻基一直把那个小铜炉的残片藏在怀里 正好挡住了刀锋的去世 这香炉残片硬在双眸之中 使得那一缕清明在吴定元的脑中骤然扩散 如沸汤之羊鸡血 如春日之药残兵 朱棣的身影迅速消失 与背景火光融为一体 吴定元再一顶静 眼前只剩下朱瞻基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 燕灵刀还在向前推进 仿佛要把残片顶进肉里 吴定元这时才反应过来 手腕一偏 刀剑增石偏向 刺住朱瞻基耳边半寸旁的地板上 朱瞻基睁圆了眼睛 吓得连眼皮都僵住了 吴定元握着刀柄喘着粗气 近距离的对视 自己的头疼症居然消失了 以往如影随形的剧痛 仿佛随着那个人影 一并缓缓退去 朱瞻基也注意到了这点变化 他眼神复杂地回瞪过去 两人对视片刻 却谁都没有吭声 陛下 这时张权已经跌跌撞撞地扑了过来 他伸出手去夺焰灵刀 吴定元正呆呆地望着朱瞻基 浑然不觉威胁临近 这时苏惊熙从鞋里冲出 手里一根铜簪刺向张权的腰眼 灯使其根落落 张权腹痛大叫一声 一脚把苏惊熙踢到了附近的栏杆旁 自己也失去平衡 跌倒在地 这一下变化太过惊人 令吴朱二人据是反应不及 带着两个人各自倒地 朱瞻基双臂才猛地推开吴定元 艰难地爬起来朝舅舅跑去 而吴定元也暂时顾不得他们 先冲到那段半坍塌的护栏旁 把昏迷的苏惊熙抱在怀里 苏惊熙的长发散乱地披下来 嘴角流出了一丝鲜血 确实受了内伤 吴定元不按医术 不知道该怎么施救 只得怀抱着他 连声呼喊他的名字 好在喊了十五六声之后 苏惊熙缓缓睁开了双眼 吴定元看他嘴唇带动 知道他在问皇帝的下落 便抬头看去 他望见朱瞻基正咬紧牙关 掺着张权朝玄狼 另外一侧的边缘走去 皇帝似乎感应到吴定元的光芒 他略停下脚步 回首望了一眼 可惜在烟雾缭绕中 看不清表情 他随即转身 继续挪动起来 吴定元正要动 却被怀里的苏惊熙拽住了衣襟 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必去追了 明楼火旗 他们跑不掉的 他伸出手去 虚弱地摸了摸吴定元的脸庞 更何况 现在你去追 还能下得了手吗 吴定元沉默已对 原来 苏惊熙也看出来了 第132集 千里长河 你可还记得 在华安船雾里 我给你开的药方 记得 你的话我都记得 你说我这个病 只有再一次去面对那种恐惧 把他击败 才能够跟出 可最后 我还是诈骗了 不必愧疚 诈骗的那一刀 才是你最真实的心弧印象 我会有如此 才能知道你真正的恐惧是什么 你现在看见他 都快疼吗 不疼了 吴定元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语气轻松地说道 刚才即将刺激 刚才即将刺死他的那一刻 我才明白 我真正恐惧的 不是助阵剂 而是助地 原来解开心急的药方 不是杀大萝卜 还是好好观赏 这一场长陵大火呀 那很好 很好 吴定元搀扶着苏京熙 缓缓起身 与他肩并肩靠在栏杆旁 他们扬起头来 望向明楼四周 越发旺盛的火石 苏京熙发现 在火光的照耀下 吴定元居然在笑 自从两个人相识以来 还从未见吴定元 笑得这样轻松过 伴着轰隆一声巨星 两人眼前的抱头梁和踏脚木 最先失去之称 直直坍塌下来 砸的其他三根灯柱 也纷纷倒地 更多的香油流淌出来 激起火头更大的愤怒 他咆哮着 把整个明楼 烧出一圈明亮的金边 在玄狼的另外一层 助战机费尽力气 把舅舅拖到了栏杆的边缘 他趁着喘息的空档 朝身后一瞥 烟火阻断了视线 那两个火光中的人影 几乎也看不清了 似乎是不打算前来阻止 当然 其实并不需要阻止 明楼上层已陷入重重火海 距离地面又高 无论如何都是死路一条 陛下 你 你何必管我 你 你自己快走 张全断断续续地喘息道 他的腰间 被那铜簪齐根没住 受伤极重 就没有逃生的可能了 我已经走不透了 可一天之内 幕后失去一位亲人就够了 朱瞻基四下张望 还在寻找着逃生之机 从南京到北京 他一路上几次身陷绝境 最后都拼命跨了过去 绝不会轻言放弃 就在这时 楼下的于谦率众冲到了明楼之前 他一见到这熊熊火势和楼上的人影 知道冲上去是绝无可能了 他顾不得规矩 一下跳上了十几岩 大吼道 脱甲 脱鞋 脱皮包 把你们所有的义务都推到城下去 快 周围的军兵都是久经训练的 很快便堆出了一座覆山出来 于谦又直起了脖子 大声对明楼喊道 陛下 跳下来 快跳下来 明楼虽高 却避不过于谦声音洪亮 朱瞻基在楼顶听得一清二楚 大喜过望 这个时候 汹涌的火浪已扑到两人身边 像是恶狼一般试探着猎物虚实 他奋起最后的力气 要把张全推下去 却不料张全用力反手一致 把朱瞻基按在了楼边 舅舅 你这是 张全没有回答 反而嘀吼一声 把他推出了名楼 朱瞻基只觉得眼前景色 飞速上升 耳边生风 随即比大团绵软给接住 重重一阵 从尾椎骨和右腿传来的一阵剧痛 朱瞻基知道 一场重伤是免不了了 但是自己至少没有死 于谦第一个冲上布山 要来搀扶皇帝 朱瞻基却呲牙咧嘴地仰起脖子 喊道 舅舅 你快跳啊 张全双手攀住狼杆 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苏精熙刺得实在是太狠 他力气流失极快 已经是强弩之末 朱瞻基大急 可身体一点也不听使唤 于谦想命令士兵冲上碰到 可无一例外都被高温给逼退回来 张全晃了晃身体 努力探出头来 对楼下喊道 陛下 朕有屈死之道 莫要让人来救了 可是可是 陛下 你冷静一下 臣死不足惜 只求陛下 能答应一件事 你说 朕什么都答应 帝都南北 关乎曹河心肺 千里曹河 关乎大明 千秋基业 帮陛下 慎之 慎之 我要只用前梁衡量 而要以射击之力为良 慎之 慎之 随着一声声 慎之 张全的身影最终消失在了嚣张的火光之中 朱瞻基呆呆地坐在原地 没想到 舅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居然最惦记的是这件事 一时间连哭泣都忘了 陛下 快号车 于谦叫了四个军汉 把皇帝硬往外抬 可是他自己却没有紧随其后 而是正正的望着眼前的惊人景象 那栋明楼已经化为一把巨大的火炬 照亮了长陵芳然树里 聊天的赤艳形状 像极了一位愤怒的女子伸出的执掌 将暗大眉目一寸寸撕裂开来 极为夺目 也极为凄厉 于谦额头满是汗水 脸色却是煞白 也不知是因为地灵遭了劫难 还是担心明楼上那几个倔强的藤头丝 在于谦视线所触及不到的浓烟里 苏京熙忽然朝吴定元的身旁凑紧了些 你心结已了 其实可以跳下去的 我想陪你到最后 我此生 只为了给姐妹报仇才来的 心里容不下别的了 我心里有你 这就够了 你在淮安还跟我说过一句成语 叫云什么之丝来着 云术之丝 对 你说的那两句诗 我没记住 但这个词还挺好的 云在天上 树在地下 云飘过去 树刮不住 那就让它飘过去好了 不一定每件事都要有结果 树能这么一直看着云 也不错 烟雾缭绕中 苏京熙几乎已经看不到吴定元的脸了 但他知道 对方一定在看着自己 带着笑容 忽然一声巨大的哗啦声传来 明楼最中心的大梁坍塌下来了 重重地落在砖墩之上 整座明楼终于连形状也维持不住了 牵连着一连串的房檐柱骨 进阶散架 四散见落 不少燃烧着的残木飞进宝城 落在风处山上 隐然地挂在树叉上的白灵 偏偏在这个时候 天寿山中又有强风吹过陵园 火界风势 赤焰洋洋 一煞时 满山皆是坠着赤光的灵带 在飘动飞舞 他们殷勤地隐然 每一棵附近的大树 一棵树传十棵树 十棵树传百株 直到自己彻底化为飞灰 冥冥中 有人挥舞着 宝战火墨的朱笔 在永乐皇帝的坟头 挥洒作画 先是勾勒出几条鸣线 然后中烟蕴染 继而泼墨成片 到了最后 整座风土山 被盛大的火光所笼罩着 若非有后世的风土阻挡 只怕永乐皇帝的地宫 都难以幸免 肃穆的地灵 再也无法维持往日的威严 不得不用滚滚浓烟 遮掩住窘迫 就像是帝王用宽袖 遮住金黄的面孔 如此行事 不带所有的树木烧尽 这场大火 是绝不会停的 于谦长叹一声 正准备转身离开 可是他忽然莫名一阵 一脸狐疑的举目望去 在已然坍塌的明楼残骸 火烈洋洋的风土山 和浓密的灼烟之间 隐隐传来了一阵歌声 柳下声歌庭院 花间姊妹秋千 记得春楼当日时 血向红窗夜月前 凭谁记小脸 降落等行陪累 无惨到辽缠绵 绿病能供多少恨 未肯无情 必断线 今年 老去年 宣德元年八月人舞 列阳凌空 数万精锐明君 将这座乐安州小城 为的密不透风 四门之外 旌旗必日 密密麻麻的旗队 与布公来回呼号 附近所有的小山之上 都有黑洞洞的 好口直指城内 在乐安州的南城门外 一面天子大道 极为醒目的 矗立在高丘之上 吸引着城池内外的 全部视线 朱瞻基端坐在 杏黄散盖之下 手指马鞭 面色阴沉的 盯着紧闭的城门 距离天子登基 已过去一年 潮局稳定 是时候做一次 彻底清算了 忽然 一阵隆隆声传来 两扇城门 缓缓从内侧推开 一群面色惨淡的人 亮亮呛呛地 走了出来 为首的正是汉王朱高旭 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光着脚 散着发 如同一具行尸走肉 在他身后 是世子朱瞻汉 以及汉王府的 子嗣亲眷们 在队伍里 还有一具担架 上面躺着 晋荣的尸身 从尸体伤痕来看 此前一定经过了 一番激烈的挣扎 这支队伍快接近 大道士 从天子身旁 冲出来一位 年轻的青袍玉石 他只身拦住了 汉王的去路 欢袖一展 大声斥责起来 这玉石的声音极红 如隆隆雷震 远近军民 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此风犀利 巨巨刺众要害 如十几门大将军炮 齐声轰鸣 直到汉王贵福在地 瑟瑟战力请罪 玉石才停住斥骂 他回身 向高处的皇帝一拜 高声禀报 汉王 请响 一时间 鼓声雷动 同号长鸣 四周数万人 一起山呼万岁 天子望着这一切 心中却没有 大患中处的心细 肩上的剑伤早已痊愈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偶尔还会疼一下 而且位置越发深入 也许真如苏清熙所言 这伤终究还是深入凑理 只怕春秋不受 笔下 您该起身受降了 玉碾旁的海兽 低声提醒道 天子叹了口气 徐徐站起身来 这时一封奏书 从绣着云边的长袖里 悄然滑落出来 他俯身捡起 派了派尘土 却没有打开来细读 这封奏书 已经在袖子里揣了一年了 他已经可以背出每一个字 这是长陵卫与神工间 在红锡元年六月 联合上交的奏报 里面简述了那场 离奇大火的善后 明楼上部全树焚毁 宝城墙园多有匹颓 风土山上烧成白地 片木无存 所幸地宫与祭殿等处无恙 在事后的清扫中 从明楼残海里 发现了张权的遗骸 但是没有找到 那两个凶徒的尸骸 上奏者称 也许是火势过大 尸骸被直接烧化了 意味可知 亦或是为人所救 因为附近有白莲教活动的踪迹 这一切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在奏报下方 有天子的一行亲笔猪批 就此收节 不必再找 宣德皇帝把他默默折好 随手压在手边一个小香炉下面 这个香炉乃是风魔铜铸成的 造型由天子亲自镀造 对形制做了详尽的要求 据说公布已经从仙罗 订购了一批红铜料 准备两年之后 开始大规模铸造 没人知道 天子为何对这个香炉如此上心 到头来 只有这些香炉陪着我 在轩腾的胜利欢呼声中 天子走下不撵 朝前方走去 几十名将军分裂两排 手执金瓜割脊 加出一条宽阔的通道 汉王一干人等 浮在通道的尽头 瑟瑟发抖 静待天才 朱瞻基走到汉王身前 把头颅微微扬起 他的视线根本没有停留在叔叔身上 而是越过乐安州的城墙 越过丘陵和山脉 投落到远方尽头的地平线 那里有一条横贯南北 昼夜奔涌的千里长河 河上传之如梭 凡胜至极 仿佛天生就该如此 优优独的天资 最后一天 指出的你 为什么不在乎